第327章,一揽子解决方案 位于城南区南郊,毗林开发区的南郊工业园两年前还只有两三家厂 95年初,城南区就将这里更改为造纸工业园区 井湖所承包的造纸厂陆续迁入工业园 由井湖投资建设公用系统、仓储物流与污水处理系统 而各家厂只负责承建生产线,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 所用资金大多来自于国家对造纸企业既改项目的扶持资金 新光职业集团筹建之后 张克推翻之前与正泰集团约定的并购进度表 打算一揽子并购所有的造纸厂 与各家造纸厂商谈的并购价都包括两部分 一为净资产部分,由于新厂多为贷款筹建 而老厂的土地、厂房等资产不在并购范围之内 包括新厂造纸厂新厂在内的12家造纸厂的净资产仅为6000万 二为景湖未并购所支付的溢价部分 包括对原造纸厂技术储备、政策支持 约定的税收优惠等无形价值所支付的溢价 这一部分正请国内会计事务所进行公正的评估 按照新光厂的标准计算 差不多一共要支付1亿4000万的溢价 一揽子解决方案就是 景湖向包括城南区政府在内的地方财政 一年内支付轻与并购资产净值相等的6000万 溢价部分有转为10年期的公司债 以此一举彻底解决产权上的问题 这12家造纸厂多为去属企业 最终的审批权在市里 一家一家的并购不会引人注意 就像收购新光厂那样 可是要一下子收购其他11家厂 而且新光职业集团这段时正炒作60万年薪的事情 省内有很多媒体都盯过来 新光职业集团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唐学谦也只能将这事拿到市常委会议上讨论 周富在八景真瑶居与许洪博谈论临止一体化项目的时候 文山泛电八号楼二楼的会议室里 会议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 这次的会议 市委九名常委一个都不辣 宋培明 张之行 以及景湖控股总裁蔡玉娟 新光职业集团总裁周游 还有刚刚加入新光职业才半个月时间的副总裁宋志佑列席 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三份文件 其一是重整后景湖控股与下属新光职业 爱达电子的基本财务情况与股权结构的介绍 第二份就是张克通过新光职业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其二就是周游组织人手拟定 后游宋志佑修改的领止一体化项目书 让大家难以接受的 一个18岁的少年市政府秘书长张之行的公子 竟然握有众人难以想象的财富 而且这份财富却是在近两年时间里累积起来的 看到文件之初 周复明就说了两句 就知道张秘书长家的小子不简单 不简单 接下来他就很少说话 关于张克可能是唐学谦 徐学平一系最核心的人物之一 早在谢建南上回来海州拜访他时 就听谢建南提起了 去年11月初 爱达电子竟夺央视标王的当晚消息传回海 谢婉晴就代表爱达电子向市里通报了一些情况 周复明心里多少有些数 但是也没有想到 张克会是爱达电子的主要创始人 此时又成为景湖的单一股东 杜小山 金国海知道的情况更多一些 不过也是这次才知道这么具体 会议室里的气氛有些凝重 蔡玉娟 周游与宋志佑坐在里面 感觉上并不轻松 周游心里不由地想 张克这时候在做什么 抬头看了一眼周复明 他脸上的神情还算平静 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想必以景天今天的规模 周复明即使想给小鞋穿 也要慎重地考虑 紧胡地反弹了 周复明不说话 其他人也都沉默着 文件都不厚 周游 宋志佑只解说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 大家都在翻看手里的文件 谁也没想着要主动发言 总要将这些消息 好好消化一下才行 周复明内心里波澜不定 想起好多以往注意不到的细节 要说 对张克有多少的好感 那绝没有可能 感觉张克有着这么厉害的手段 还是让人诧异 竟然还有这样 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人 总是有差距的 没有差距 人的社会地位就没有这么大的差异性了 只是张克让别人差距 他太多了 好吧 文件大家都看了很长时间了 想必都认真钻研了好些遍 不管有没有钻研透 大家都发表一下各自的观点 三份文件 是里能认真讨论的也只有第二份 张克通过星光纸业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周复明见没有人要说话的意思 侧头对唐学谦说 学谦 你是市长 你先发表意见 唐学谦直了直身子 做了这么久不说话 人还是感觉有些乏 说道 这几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 义市政府很难胜任企业管理者的角色 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是大势所趋 现在各地都在摸索不同的道路 海州控股走的是一条路子 星光纸业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也是一条路子 只要有可能更好的从根本性上解决 国有企业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 就值得尝试 紧胡承包经营造纸业厂 争夺国家扶持资金 进行既改 新建新厂 投资污水处理厂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海州市所面临的环境压力 这一揽子方案又干净利索地解决遗留下来的产权问题 市委副书记 路易光剑唐学谦说到这里就把目光转向别人 想必想让接下来的话 由别人带他说 说道 这样一个方案 很难让人拒绝 但是实施这一方案 星光纸业集团将走高负债运营这条路 这跟文件上介绍的爱达电子当初的运营模式一些 就算仅胡向星光纸业注入第一笔6000万的收购钱款 星光纸业的净资产也只在1亿2-3000万左右 但是负责却高达4亿5000万之多 其中地方政府手里握有1亿4000万的公司债 高达3亿1千万的国家造纸工业既改扶持贷款 将近80%的负债率 星光纸业还能像爱达电子那么幸运 正好赶上行业的好时机 实施这一方案 星光纸业高负债运营中存在的财务风险 会给地方政府手里的那部分公司债带来一定的风险 路易光话里的意思 大家都明白 只是没有人接他的话 96年 国务院对国有中小企业转让 在资产估值方面有一条硬性规定 并购价不得低于转让国企的净资产值 紧乎并购这些造纸企业 除了先期支付等同于净资产值的6000万现金之外 还向地方财政支付1亿4000万的公司债 作为并购溢价 在员工安置问题上 也一点不给政府留下疑患 即使公司债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是这看起来依旧是在整个90年代 海州市所遇到了一栋最轻松合一的买卖 杜小山说道 我看只要前面的6000万拿到手 就不能算亏 再说那1亿4000万的公司债 星光纸业也是要支付年息的 一年1000多万的年息 还是很可观的 即使星光纸业经营上有什么闪失 公司债也是优先保证偿还的 路易光的目光落在第三份文件上 星光纸业竟然抛出60亿的投资计划 说道公司债的形式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都不应该固步自封 要是第一笔6000万的款子 能在实施零纸一体化项目前付清 这一揽子方案 大概就挑不出什么问题了 目前的爱达电子是超级现金奶牛不假 但是极奶也需要时间 爱达电子自身的发展 就要用去大半的资金 星光纸业也要增加一部分的流动资金 零纸一体化已经启动 就要持续不断拿钱出去 谢婉琴筹办私立学校 也要源源不断地抽取资金 这么多事情加在一起 即使爱达电子是头超级现金奶牛 也会感到莫大的压力 大家都看了看蔡玉娟 又看了看张之行 张克缩着脑袋不露面 蔡玉娟是张克的正式代表 不过大家又觉得 张之行或许更能代表他儿子说话 张之行对众人望来的目光视若无睹 眼帘低垂着 平静地注视着桌上的文件 张克名下的财富露出水面 还真吓了人一跳 换作别人 对这笔财富 会不会所托非人 都会有着许多的忧虑 张之行也不例外 但是他理智地克制着 不去问公司的事情 也与妻子梁格珍约定 不要插手公司的事情 都由张克一人去处置 好也罢 坏也罢 插手的结果 通常说来只会更糟糕 第328章 决力 张克今天不出席 只是不想给市里的这些人 太强烈的刺激 纸上的数据 比较虚化一些 张克真要坐在这里 周复明 陆一光这些 经过大半辈子挣扎 才爬到此高位的人 心里铁定别扭死 更不用说 张之行在这里 也没有随便说话的权利 就张克来说 既然站了出来 自然不甘心 再在周复明 陆一光这些人面前 继续装孙子 所以 无论是讨价还价也罢 商量合一也罢 还是让别人在中间传话最好 并购价的溢价 部分转为十年期的公司债 市里并没有意见 但是副书记陆一光 对新光纸业这时候 上60亿规模的 零纸一体化项目 有所疑虑 希望新光纸业 在启动零纸一体化项目 之前支付完毕 而不是新光纸业 所期待的那样 给予一年的缓冲期 其他人 也有跟陆一光一样想法的 但是明眼人能看出 零纸一体化项目 与省里 最近整顿零业系统 发文进发天然零 有着密切的关系 既然陆一光提出来 也才跟着硬喝一声 蔡玉娟说道 爱达电子 正与省发展银行 谈一笔贷款 很快就有结果 周富明翻了一番 紧胡的财务资料 问道 爱达电子 还需要贷款 爱达电子盈利能力比较高 但也要时间 才能将盈利能力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金 蔡玉娟笑了笑 周富明虽然干过医院市长 对财务的事情 还谈不上精通 市里急着要紧胡支付这六千万 这笔钱 紧胡也只能从爱达电子抽取 与一年前相比 今天的爱达电子 有着天壤之别 去年要贷个五百万 还要宋培明搞些特殊政策 这次直接向省发展银行 申请两个亿的贷款 用以补充流动资金 爱达电子 作为高新科技企业 又有市里直接批给的优惠政策 与那些三资企业 同样能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 根据通用的会计原则 去年只有四个月的盈利期 所以盈利年度可以推迟到今年 也就说是 爱达电子要尽可能将利润 放到九六 九七年 才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 企业所得税全免的优惠政策 这时候提出利润投资其他领域 就无需考虑其他相当优惠政策的配合 企业盈利转投资 政府会根据行业与地域的区别 返还不同比例的企业所得税 即使爱达电子 有着极高的盈利能力 但是不会欠债的公司 永远算上是一家好公司 这时候 也应该尽可能地利用中长期的银行贷款 稳定公司的财务结构 陆一光没有再多说什么 周富明见蔡玉娟代表景胡给予承诺 说道 大家都没有反对意见 那新光职业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算是原则上通过 右侧头问唐学谦 具体的事情 是不是都交给分管改制的副市长方红卿负责协调 还剩下的十一家造纸厂 分属不同的区限 让方红卿出面协调 其实就是让市里统一牵头处置此事 也方便事情迅速解决 周富明这么建议 倒不是拖后腿 唐学谦点头英语 说道 市政府会马上安排 也争取今年 就把海州所有造纸厂存在的问题都解决掉 周富明倒是想拖一拖后腿 在别人眼里 新光职业上60亿的零纸一体化项目 有些蛇吞大象的夸张感觉 但是周富明 却能垫量出这个项目的分量 不是从投资的角度 而是从政治的角度 爱达电子与省发展银行谈的那笔贷款 省里或许会直接干预一下 最终会通过井湖流入新光职业 从爱达电子的账面上 爱达电子并不缺钱 缺钱的 只是新光职业而已 周富明举起第三份文件 那本《新光职业的零纸一体化项目书》 问周游 《新光职业稿零纸一体化项目》是好事 我作为市委书记 大力支持 不过 这个项目能不能考虑向海州稍稍倾斜一下 周富明提到这一点 也是其他常委最关心的 60亿的大项目 是海州市的企业搞出来的 结果海州市沾不到一点光 总有肥水流入外人田的别扭 即使是唐学谦也有这样的感觉 毕竟其他人谁感受不到 在小江中上游银银造林的迫切性 不过唐学谦至少知道维护大局 总不能现在给徐学平添麻烦 周游说到 零纸一体化 除了银银 至江之外 还包括最终的造纸 关于造纸一环 并没有在这个项目书得到体现 因为要等一揽子解决方案通过之后 将现在的造纸生产整合好 才可以制定一个详实的方案 至少在三四年内 新光职业不会考虑在其他地区投资 另建造纸工厂 新光职业三四年间 会不断地追加投资 周富明问道 这是肯定的 我们也希望银银 至江所生产的原料 由内部工厂消化 这样 才符合新光职业最大的利益 周游知道自己在信口胡言 这份项目书 目前只有营造混升型速风铃的一环 稍有可执行性 其后的四五十亿规模的至江项目 资金来源都没有说明 只是空许了一个天大的甜饼 让大家去争 虽然对造纸工业园 虽有个中期的发展规划 但是规模远比别人想象的小 造纸工业园的产量 要达到与银铃 至江项目相匹配的程度 至少还要投进去二三十亿 加上至江项目的钱 从哪里筹去 零纸一体化 是大产业循环 国内先天不足 国内提及这个概念 也近十年 也发展了近十年 但是根本不成气候 新光职业要迎难而上 难度却出乎意料的大 周富民不大愿意直接与张克见面 感觉别扭 但是不主动一些 所有的政绩 都会让唐学谦捞去 周富民瞥了唐学谦一眼 唐学谦也有罚态 似乎对他提起投资的问题 很不为意 周富民心里纠结着 唐学谦的神态 无疑是告诉他 再主动也不起什么大作用 心理纠结很难化解 会议结束之后 周富民没有立即离开 文山饭店专门给他准备了套房 供他随时休息 有一个专门他拆失的服务员小玉 市委秘书长张小剑 跟他走进房间 服务员小玉就提了瓶热水壶过来 张小剑亏了一眼 虽然算不上非常罕见的美人 但是身材停云合度 眉眼撩人 二十四五岁的美人 不会只担心当一名普通的服务员 大概就是冲周富民来的 玉萍啊 周富民直呼小玉的名字 在张小剑面前 也不掩饰两人熟络的关系 你安排一下晚饭 我跟张小剑留下来吃饭 玉萍帮两人沏了茶水 再走出去安排晚饭 周富民对张小剑说 市里还有几个人 会为我马首是瞻 让景胡提前支付并购款 可是陆书记先提出来的 陆一光 周富民冷笑了下 他是不痛快唐学千当市长 要是景胡的态度再坚决一些 他的态度马上就会软下来 跟其他人一样 是墙头草 我们孤单了 这么说话 周富民给人有些凄凉的感觉 张小剑迟疑了一会儿 才说道 景城的赵景荣 前两天请我吃饭 我推托事情多 没有去 周富民摇头苦笑 说道 这官场啊 没有什么从下向上的效忠 向来只是利益的纠缠 赵景荣既然请你吃饭 你就去吃得了 我还能拦着你 不让你吃饭 唐学千不可能容他 再干一届市委书记 所以 他与唐学千之间 总不能泰然无视地相处 女儿红梅 在新泰开公司 颇受谢家的照顾 如今谢家要跟赵景荣在海州展开广泛的合作 论及私情 都要把以前的小恩怨放开 赵景荣形势虽然有些偏颇 但不与直接发生金钱上的关系 不愁他日后翻船会把水箭自己伸上来 最主要的 市里的那些家伙 齐强观望着 软弱无声 就像露一光 但他们都是万象前提拔起来的 至少跟同出一戏的赵景荣 有几分香火情谊 这么想 更应该放开以前的小疙瘩了 周富明沉阴思量着 要压制唐学千 离开赵景荣 还真是不行 张小剑的手机响了 他当着周富明的面接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 捂着通话孔对周富明说 周书记 赵景荣的电话 说是谢家有人过来 邀我过去吃饭 谢家来人啊 周富明犹豫了一会儿 说道 红梅夫妻在新泰开公司 多受谢家照顾 谢家有人过来 应该是我请他吃饭 第329章 勾结 赵景荣领着谢禅 与周富明 张小剑见面的消息 传到耳朵里时 张之行请唐学千一家 到新景园的新家里吃晚饭 倒不是他们耳目众多 而是海州市的皇冠 没有几辆 赵景荣的车牌 又过于特殊 赵景荣坐他的皇冠 进入文山饭店 丑见的人只要不犯糊涂 都能猜到 他是去见周富明 这两人好久不见面了 一见面就要满城皆知 张之行带着嘲讽的语气 说起这事 谢婉晴倒是能在旁人面前 保持端庄贤淑的仪容 昨天他得知 竟然谢瞻到海州 来负责正太与景城间的合作 牙龈恨地发痒 脱下高跟鞋 差点就朝玻璃窗砸去 还好张克及时拉住他 免得他一下子毁掉他 端压温婉的形象 谢瞻只用三年时间 就将海域公司掏空 徐志明在海州遇车祸而亡 也跟他有些牵扯 那时候 海域公司差不多要崩溃 身为总经理的他 却够起名车豪宅 谢婉晴最终与谢家离心 也是因为谢家 对谢瞻纵容的缘故 谢汉晴派谢瞻过来 是不再给双方留一点缓和的余地了 其中自然有谢建南的一分力 唐学谦放下筷子 对这样的消息 也说不上措手不及 淡淡地说道 谢家到海州 来开家电大卖场 又与赵景荣合作 搞引叠基项目 总之 也是为海州的经济做贡献 不能拒之门外 市里总是要表示欢迎的 我不站出来 周富明也不站出来 怎么表示海州的诚意 抬头看着对面的张克 谢家跟景成合作的 这个影叠基项目上议了 你们怎么看 张克埋头专心处理 餐盘里的烤安纯 安纯腿让唐靖 与张梅抢走了 他只能啃胸脯架子 瘦瘦的 没什么肉 香是香 但是啃起来太费神 他见唐学谦问他 腿然发气在安纯胸脯架子上 继续踢肉 抬头说道 也没有特别的看法 像唐伯伯说的 总之也是为海州的经济做贡献 瞅着唐靖别着头 跟婉晴说话 他餐盘里 还有半只安纯腿没有肯玩 刚伸出筷子 就让唐靖回头瞪了一眼 张克舔着脸笑了笑 又抬头 跟唐学谦说 多胎一家不多 比起其他跟风剑场的人 他们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他们将谢瞻派过来负责这件事 却是要在我们心里横一根刺 一开始就摆出 咄咄逼人的气势 听说这两年 谢瞻在心态在搞游戏机场 与影叠基多少有些相通的地方 哎 等他们坐起来再说吧 这时候欺负他们 别人会说 我们势强凌弱 新科开始向市场 投放他们的影叠基产品 新科作为家电前 十大品牌之一 他们的影叠基一诞生 就有着其他厂商 难以相比的品牌 与市场渠道上的优势 再加上他们一开始 就是摒弃菲利浦 直接与索尼合作 无论在技术积累上 还是在生产成本上 都有着其他厂商 无法比拟的优势 与其担心 正太与景成的合作 不如好好盯紧新科的动作 新科影叠基的量产 只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顾建平笑着说 正太与景成 加起来多大的规模 还怕你欺负他们 唐学谦说道 这之前 都在不相干的领域 井水不犯河水 谁也欺负不到谁 不过他们现在 想进入的影碟机产业 爱达电子市强凌弱倒是简单 张克笑着说 这时候市强凌弱 只是逼着他们 无法进入影碟机产业 又凭空让海州市电子产业 失出一次发展的机会 何苦来栽 不理他们就是 又说道 赵景荣既然又跟周富民凑一起去 他们在桥楼东面的那块地 只怕不能再拖着风亭在那里了 作嘴扎了扎 有些可惜 去年宋师碑被毁 最终致使发掘石碑的那块地 无限期停止开发 那块地差不多套了 景城地产三千万在里面 赵景荣与周富民凑到一起去 周富民亲自干预这事 倒不能继续拖延下去 赵景荣现在倒是非常的舒畅 对他来说 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敌人 再说他儿子在劳教所待了一段时间 也没有吃什么苦头 就给他弄出来了 谢家有意帮着调停 他自然也乐意 与周富民重续前缘 采信谢建南的建议 赵景荣将福天大厦地上三层 改为产权市商铺出售 通过密集的广告 高额的返租回报率承诺 特别是与海泰电器签署租赁协议 海泰正式进入福天大厦 筹办大型家电卖场以来 不仅销售异常顺利 销价还比原来设想的高出许多 赵景荣时刻不忘教训他儿子赵思明 你什么有人家一半的精明 景城集团交给你 我也就放心了 人家可是19岁就创办了公司 产权是商铺的热销 带上三层以上办公用房的销售 一下子缓解了景城地产这段时间来的财务上的压力 也让合作者新加坡的新城集团 对海州市的商业地产增强了信心 愿意帮助景城地产 争取更多的新加坡政府贷款 谢瞻瘦长脸 倒是白净 是那种将精明摆到脸上的人 眼睛看上去有些阴柔 今年37岁的他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纪最大的 他的父亲与谢汉靖 谢汉明 他们是堂兄弟 比谢婉山 谢建南之间的关系要远一些 他早就看透谢家与徐学平之间貌合神力的关系 徐学平未免太清高一些 不肯为谢家的发展扫清道路 只是他身居高位 谢家对他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客气 这也是谢瞻敢肆意掏空海域的根本原因 给逐出海域 谢家当初还跟徐学平保持表面上的客套 他自然不能回正泰集团 在省内做贸易也不行 他就买下一家电路板厂 打算做当时很火热的电视游戏机 万事从头做起 他从海域捞出的钱都挥霍在名车豪宅上 而且他在省内做渠道受到很大的压制 工厂不运不火 勉强能够维持 到时候来谢婉晴与谢家关系渐渐疏远 他又善于经营 谢家终于同意将集团里的一些渠道资源借给他用 才活得滋润一些 一直到这次谢家决定与景城合作上引碟机项目 才让他返回谢家 谢瞻有做电视游戏机的经验 知道这个行业真正捞钱的还是大品牌 像步步高 小霸王 不管任何行业 做市场是第一步 家族既然想做引碟机项目 谢瞻自然十分的热切 何况游戏机 学习机产业里的领军厂商 步步高积累大量的资本之后 也开始做引碟机项目 可见 引碟机产业的前景与诱人的吸引力 谢瞻来海州之前 与周富明的女儿周洪梅夫妇见过面 周洪梅夫妇在新泰开的贸易公司 依赖正泰集团的业务 想必谢家在海州有所动作 一定会受到周富明的特殊照顾 赵景荣打电话给市委秘书长张小剑 约请吃饭 周富明却意外地邀请 他与谢瞻去文山饭店用餐 谢瞻相当得意的 毕竟靠着家族好办事啊 不用到处装孙子 就在文山饭店二号楼的小厅里 周富明、张小剑、赵景荣、谢瞻 赵思明五人为席而坐 玉萍帮着服务员整理碗碟 赵景荣演名 刚才都介绍过 虽然只是饭店里的服务员 但是让张小剑正式介绍名字 又与周富明眉来眼去 他心里多少有数 踢了他儿子赵思明一脚 说道 碗碟怎么敢劳玉小姐帮我们整 这些小事让思明帮着做 我看玉小姐谈吐不凡 比景荣的那些农包经理 部长强多了 玉萍笑着说 景荣的经理 部长要都是农包 那我可不会比他们差 赵总说错话吧 谢瞻笑着说 玉小姐果真是人才呢 一句话把赵总博得哑口无言 我看赵总的意思是说 玉小姐比他们那里的部长 经理强多了 我在这里太委屈 周书记再爱惜人才 也不能马上就提拔玉小姐 当文山饭店的经理 我们两家正合作 搞一家大公司 玉小姐要是愿意屈就 来当的经理 是绰绰有余 谢瞻侧头问赵景荣 赵总是不是这个意思 赵景荣笑了起来 连连点头 假装不看周富明 只看着玉萍 就要看玉小姐愿不愿意屈就 玉萍十分心动地看着周富明 周富明脸色变化变化着 犹豫不决 总是抵挡不住玉萍眼里的娇怨与委屈 微微汗手 笑着说 就怕赵总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第330章 张之行的前程 吃过晚饭 张梅要回去练钢琴 张之飞的妻子领着女儿先离开 虽然东侧的小楼是张之飞的 但是除了偶尔住一住 她家通常住海大附中附近的房子 张梅又不是从小开始学情 又没有多少音乐天赋 纯粹是小沈羡慕人家小孩子弹钢琴时的高雅 才逼着张梅学情 张客听过一次 觉得小叔有必要给交张梅弹琴的那个清秀女孩子加工钱 听张梅弹琴太折磨人了 张之飞留下来陪大家都在后庭园子里聊天 四月天气回暖 夜风从小景湖的水面上吹来 有些沁凉 地平灯散发出柔和的光辉 小景湖对岸就是前门商贸区 光焰映天 沿湖岸都坠着璀璨的小彩灯 形成蜿蜒曲折的光带围着大半座小景湖 近处笼罩在幽暗中 黑色湖面上的波光 却似亿万银铃 张之行笑着说 两年前站在这边看对岸 可没有这么闪闪夺目 唐学谦笑了笑 说道 过几年会更漂亮 沈为党校的县处级干部进修班 你这次就去上吧 沈为党校的春季进修校 已经过了推荐报名的时间 不过张之行的情况 可以作为特例推荐的 唐学谦倒是习惯张之行在身边 这两年 连专职秘书都没有用 张之行笑了笑 说道 市里推荐 我就去上 对于其他人来说 是很难得的机会 张之行却知道 上了三个月的进修班之后 就要离开海州了 他原先想等到明年 等张克高中毕业之后 再离开海州 现在只怕等不及了 伸手拍了拍张克的后脑勺 有些感慨地说 得给这小子让路 张之飞笑着说 二哥努努力就到复厅了 这时候去哪里都不合适啊 都拍这小子太横行八道 要不二哥窝在哪个县里当书记 倒是很逍遥自在 张之行已经到市政府秘书长这一位置上 再过一年 就够格直接提复厅 要是留在海州 也够格直接提复市长 海州控股的成绩摆在那里 够得上破格的条件 去兴吾吧 我也让块地方给你 景湖今后永远都不去兴吾投资 张克说道 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 张之行说道 进修班结束之后去哪里 有徐学平在上面照应 倒不用太担心 只是考虑到 要给张克让路 可以选择的地方 还真是不多 也不适合进省职机关 本来调出海州 就已经有很多的不利 出省更是艰难 张之飞笑了起来 说道 道不晓得二哥去兴吾 对兴吾来说 是得了好处 还是一大损失 张之行无奈地摇头苦笑 唐学谦说道 不过事情没有绝对 等几年紧乎的影响大了 有些事情是可以破格的 张克想着父亲去兴吾任职 说不定会在兴吾市的街头 偶尔遇到陈宁 两人在陌生街头相遇的几率有多小 大概小到 让人不相信 有相遇的可能 没聊多久 张克接到周游的电话 在文山饭店的市常委临时会议结束之后 周游就顺便请宋裴明 杜小山移到吃饭 打电话问周富哪里合适 周富自然介绍 还没有正式营业的八景真 许洪博也在那里 周游问张克 能不能抽时间去一下 在小江中尚有九个县 迅速地推动营临计划 要跟不同的地方政府打交道 许洪博能发挥的作用 绝对比宋志佑这个专业人士要大 请许洪博做顾问 是张克早就打定的注意 他原想专门找时间 找许洪博说这事 已是尊重 想到他们喝酒时 一定已经提到这事 他看了看手表 不到九点钟 就跟周游说他马上赶过去 这么晚又要去哪里 张之行观心地问 在小江中上游迎领 跟地方政府打交道 绝对是技术活 要请许洪博出山 他们正在一起喝酒 许洪博逍遥惯了 他会出来做事 张之飞有些不幸 张克笑道 什么叫责无庞贷 再说 我也不能为了这事 耽搁了学业不是 大家都不忍心听他胡扯 让他快走开 经过客厅 就他妈跟顾建平 在客厅里的看电视 海州电视台 竟然在播八三版的 射雕英雄传 唐靖 婉晴 还有指童都不在 想必到西片的小楼里去了 张克拿着车钥匙去开车门 听见唐靖 站在婉晴的小楼前喊他 这么晚去哪里 想必指童这时候要睡觉了 不用担心这个尾巴 张克招手 让他过来 去陈飞荣家新开的酒店 一起去玩 听张克要去陈飞荣家新开的酒店 唐靖自然高兴去 他听陈飞荣说过 在丹景象新开的酒店 只是陈飞荣没有细说 他一直想去看看 只是还没有到正式营业的日子 冒冒失失 提出要过去玩总不大好 他蹦蹦跳跳地走过来 顾建平隔着门看了一眼 倒没说什么 反正是周末 完了可以睡晚 请这里 赶到丹景象 将车子停在 釜天大厦背后的停车场 釜天大厦里灯火通明 海泰正家紧布置家电卖场 周末的夜晚也不停班 他们刚下车 陈飞荣就骑着自行车赶过来 他本来在家温习功课 唐靖打电话 给他说 要这里玩 他才从家里骑车过来 唐靖陪他将自行车锁在停车场 走到宅子门外 墙上只挂着丹景象三号的木客门牌 问 连招牌都没有准备好啊 外面不挂招牌 说是上品私房菜 只能靠口碑 再说 里面也没有多少座位 张克这才注意到 陈飞荣与唐靖身上的运动照衣 是同一款的 只是颜色不同 陈飞荣穿的是湛蓝色 唐靖身上的 则是铅红色 还记得唐靖前两天穿的是湛蓝色的那件 笑着问 你们俩买 同样的衣服 换着穿啊 是啊 唐靖的声色很柔 我们俩身材刚刚好一样 什么都可以换着穿 要不是你从背后看我们 唐靖拉着陈飞荣 往前走了两人 唐靖的头发有些天然曲 陈飞荣的头发 则是顺之光亮 唐靖还让陈飞荣 将他俩的头发捧起来 露出同来雪白优美的薄像 仅仅从背影 还真的很难区分两人 怎么样 很像吧 唐靖回头奄然一笑 就是看脸 也有人说 我们很像样姐妹呢 两人都是鹅蛋脸 只是唐靖的面容 娇柔纯美多一些 陈飞荣则清理名艳 而且对张克是一粒的冷淡 这时候话也很少 张克对唐靖再熟悉不过 可没有觉得 两人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没那么多废话 推门进去才看见隐蔽上的蹄子 唐靖压抑地说 原来招牌在这里 推门进来才晓得 没有走错地方 往里走 看见整个潜亭 都是半透明的玻璃 下面有柔和的地灯在发光 唐靖欣喜地对陈飞荣说 真漂亮 过来之前 可没有想到 你们家酒店会这么漂亮 张克顾不上裴唐靖在这里参观 他与陈奇招呼了一声 就去找周游 杜小山 宋培明他们 进出去 宋志佑正跟许洪博解释项目书 拟定的几个银领模式 目前依赖农户银领 有三个模式 一个方案是 公司承包林地 雇佣农户直林 向种植户每亩投资一定的金额 采伐后每亩收取一定的木材 超额的木材 由公司以市场价 向种植户收购 第二个方案 林地由种植户承包 公司提供种苗 肥料与技术 成材由公司统一收购 第三个方案 公司承包林地 提供种苗 肥料与技术 请农户种植 成材后 公司与农户案一定比例分享 除此之外 公司可以与地方林业企业合作迎领 由地方林业企业提供林地 公司提供盈领资金 共同盈领 育成后按一定比例分享 或者直接组建合资盈领公司 这几个模式 应相为补充 许洪博席间 只是听周游 宋志佑姐说 不发表看法 看着张克推门进来 才拍拍脑袋说 搞这么复杂 一时半会也消化不了 纸上谈兵当然头疼 明天他们就要 到省里去 直接与林业厅的人下去考察 边考察边谈判合作的事情 许老师跟着走一圈 就什么都明白了 张克笑着说 跟杜小山 宋培明打了招呼 拖了张椅子坐下来 许洪博也不推辞 说道 那就跟着走一圈 看明白 才好胡说八道 第三百三十一章 两女无猜不用废口舌 许洪博就一口答应下 张克心里十分高兴 心想他能明白 此时在小江中 上游迎临的意义 这当真是择无旁贷的事情 国务院从八七年就提出 要搞磷脂一体化原料磷 素生树种的研究 更是提前到七十年代 只是一直不成气候 从省内的情况来说 迎临御灵的技术不成问题 林业大学周富瑞 李延年教授 推荐了好些名专业人士 即使素生树种的育种基地 苗圃 省内也有七八家 星光纸光将直接以联营 合资 并购的形式 控制这些育种基地 在星光纸业下面成立育苗 苗圃公司 管理上 除了宋志佑 与同时来自美国金百丽职业的同事 周游通过猎头公司 从印尼金光纸业 在国内的公司直接拉人 配合宋志佑 组成管理团队 印尼金光纸业 92年就进入国内收购中小造职企业 很早就在南方省市 种植素丰林 规模都不大 但在这方面倒是积累了一些有经验的管理人才 现在又由许鸿博相助 从人员配置上 这个团队差不多齐全了 事情是那样的迫切 张克只能让他们在工作中去磨合 融合 周游这段时间尽可能领着宋志佑 熟悉那些紧胡可利用的资源 周游到海州这么长时间 对海州的人与世 算是极熟悉了 与许鸿博接触的机会不多 但是知道他这好人物 许鸿博离开市委好些年 愿意插手的事情不多见 为保存沙田东片建筑群奔波算一件 参加星光职业的迎铃计划 算是一件 宋志佑也确确实实地感觉到 做上年薪60万的职位 可真要当成价值60万的牲口给使欢 而不像国内某些企业 只是图一个招贤纳士的虚名 重金聘来的管理人员 却很少给予独当一面 施展才华的机会 也接触不到企业的核心资源 这也是国内早期民营企业的局限 缺乏用人的魄力 关键是对职业经理人 缺乏足够的信心 过于看重人才的忠诚度 金国海今天早就跟人有约 没有一起过来喝酒 宋培明 杜小珊可以说是支撑 锦虎体系的政治力量的中间人物 杜小珊倒是很早知道张克的不简单 当初他儿子杜飞雪叶怒打一中的 政教处主任曹光明 就是因为张克的冷静处置 才没有让事态扩大 张克与杜飞是极熟的 很多事情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杜飞整天与盛青他们混成一起 心里是极清楚的 杜飞回家也会有意无意间的 在跟他老子杜小珊的聊天中 透露一些消息 但是今天锦虎的全貌 展示在世伪众人的面前 杜小珊还是吃了一惊 今天的锦虎 可以说当之无愧的超越锦城 做上海州市私营企业的第一把交椅 张克赶过来时 他们酒也喝得差不多 张克也不是嗜酒的人 这时候是多 保持清醒的头脑最为重要 张克也不会希望看到谁烂醉如泥 让周富找人将一桌残羹冷制收拾掉 继续聊天 周富说 另换间包厢聊天 这里留给服务员收拾 陈奇赶过来发了一批烟 刘芬热情问大家 菜还何口味 八井真搬到这里 就不会再做流水席 张克还没有尝过陈奇 直勺调制的小碟 听他问起 忙问周游他们 怎么样 怎么样 宋培明指着杜小珊说 这里就老杜最贪吃 让他评价 你跑哪里 都不忘要跌我的脸 杜小珊伸手去拍宋培明的肚子 看谁的肚子贪吃 宋培明身材有些发福 衣服多看不出来 让杜小珊一拍 肚子就晃动 大家都笑了起来 宋培明笑着说 我是喝凉水都长肉的主 再辛苦都不掉标 早年在公社 干部要下村里去 谁都不带我 说我影响党员干部形象 这年头好多了 老百姓对当官的宽容多了 似乎我这样 才符合他们的认知 当官就是好吃懒做行的 我可不敢跑过来多吃 就怕下面人 把我跟混账干部归一堆里去 宋培明 陈其道见过几回 第一回 还是宋培明给张克挤兑着 去他原先的破酒馆去请客 而且 刘芬住院治疗伤腿 为了治疗费用的问题 宋培明 还亲自到医院关照过 杜小珊倒是第一次见 杜小珊是西城区委书记 同时还是市委常委 那便是市领导 巴锦珍经营私家菜 不指望做公款的买卖 不过杜小珊这些权贵过来用餐 对树立口碑很重要 陈其将烟发到宋支佑前面 说道 宋总的名气在海州最大了 以后一定要多光临小店 宋支佑接过烟 说道 你这家店 以后提前预定 都不一定有位子留下 我要是到海州来 倒是希望每天都能来 今天的菜 绝没有一餐就饱足的感觉 怎么宋总不留在星光纸业 陈其诧异地问 周游说道 星光纸业在省城成立了一家分公司 宋总过去主持 你家刘芬应该知道的 刘芬笑着说 回家还能谈公司的事 多无聊 省城的分公司 都委托海域公司筹备有半个月了 就在海域公司楼下 那层楼也是海域公司的物业 其他人都陆续过去就位了 将由宋志佑过去主持 具体负责林纸一体化项目 毕竟要跟省林业系统密切打交道 而且要尽可能离银林基地靠近 陈其颇有感慨 说道 想想两年前的新光场 可想象不出今天的模样 你这不是接我的老底 周富故意搬着脸 又哈哈一笑 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不承认也不行 你们在这里一苦思甜呢 唐靖跟着陈飞荣参观完参观 还到前院的旗馆里逛了一圈 两人牵着手走进来 跟一对明艳照人的姐妹花似的 张克倒不明白 女孩子之间的友情 唐靖这时候 与陈飞荣竟是如此的亲密 按照张克的认识 总是长相普通的女孩子 人缘好一些 两个相貌 出众的女孩子 关系要亲密 可能性真是很小 张克说道 我就不陪你们在这里胡扯 你们也吃完饭了 该干嘛去干嘛去 周游看看手表 倒是不晚了 就站起来结账 陈其哪里肯 只说请他们来品菜 感谢都来不及 推辞了一会儿 周游倒也没有坚持付钱 与许洪博约好 明天一早接他去省城 资料 明天到车上再说 他们就先各自离开了 刘芬对张克说 让陈叔给你们准备夜宵 让你也尝尝你陈叔的手艺 有没有长进 说着 就留三个少男少女在房间聊天 他推着陈其 出去准备夜宵 刘芬原来满心希望 女儿能跟张克在一起 最初时听许斯说 张克对飞容还有些意思的 后来唐靖跟飞容来往密切了 唐靖长得娇美名利就不说了 飞容的相貌 倒不比谁差 没想到 唐靖竟是市长的千金 刘芬的心就灰了 刘芬 可不清里面的曲折 心里多少有些埋怨 飞容最初时太冷淡 这时候多想也无意 这时唐靖将张克与杜飞 在学校里搞出来的事情 都已告诉陈飞容听了 陈飞容也知道 张克当初惹伤自己 更多是想找赵思明的麻烦 以及后来与街头的混混起冲突 也是维护他 不被欺负 从初中开始 陈飞容就出落得亭亭玉利 明艳照人 不过那时候 大家年龄都少 还单纯些 进了高中就复杂多了 凑巧家里又生出那么多事 唯有坚强才能够应对 时间久了 就习惯这种淡漠的面具 加上对张克的某些做法 也不是很认同 所以一直无法扭转 对张克的态度 想想自己家能改变过来 自己能安心地学习 都是拖了他的缘故 这么想着 都有些怕面对张克了 看着我做什么 张克见陈飞容 有着失神地盯着自己 诧异地问 哪有 陈飞容脸有些微红地扭过头 不肯承认 盯着张克再看 看看你怎么了 唐靖呛了张克一句 拿手指拨着张克的下巴 让他脸对着自己 不要瞎动弹 飞容我们就盯着他看 仔细看看 张克的鼻子有些歪 左眼比右眼稍微小了一点 他还整天以为自己帅得不得了 又伸手扭张克的鼻子 拨他的左眼皮 扭头问陈飞容 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我不是你的大玩具好不好 张克无奈地说 你就是我的大玩具 不然你有什么价值啊 唐靖捏着张克的鼻 俏丽地美眸瞪着 声音娇柔地说 不许瞎动 陈飞容含笑坐在一旁 好像也只有唐靖 能这么摆布张克 唐靖让他看 他便看着 张克的脸 让唐靖柔捏出夸张的表情 倒不觉得 他有平时让人一生出距离感的冷峻 也没有那些骨子里透出的轻浮 在陈飞容的印象里 张克倒是蛮轻浮的一个人 也是陈飞容对他一直有成见的原因 得 不要在陈飞容面前炫耀你的玩具了 张克求饶道 你承认是我的玩具了 唐靖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没有炫耀 又对陈飞容说 你要不要玩 这个大玩具蛮好玩的 陈飞容笑着摇了摇头 也只是唐靖能让张克这么听话 唐靖伸手轻轻拍了拍张克的脸颊 说道 好了 放你自由了 以后让你做玩具 你要乖乖听话 要不是陈飞容在场 接下来该张克把唐靖当成大玩具摆弄一番了 他可不会只摆布唐靖的脸 唐靖对陈飞容说 想想你们可真好 再过三个月就解放了 我还在熬一年多 对了 飞容 你准备考哪个学校 没有定呢 现在都感觉看书看不进去了 考哪个学校都不踏实 陈飞容无奈地说着 你心里都不踏实 那高三整个年级 就没有多少人心里会踏实了 意中虽然很差 但每年少说 也有四五个清华 北大 你不准备考 没打算 陈飞容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什么 张克撇了撇嘴 想必陈飞容是 不肯在自己面前多说什么 去清华 北大多好 唐靖很兴奋地说 那里的牲口 个个高得很 你去那里 还不是风骚一大片 追你的帅哥多了 分两个 给我花拆花拆 小女孩子 谈这个 不要一副色眯眯的样子好不好 张克笑着伸手 盖住唐靖精致的小脸 你这样子太花痴了 你管得着 唐靖娇柔笑着 都害了你 害陈飞容在学校里 都没有人追 还不得到大学里 赚回本 张开嘴 想咬张克的手心 却哪里咬得到 我才不要 陈飞容笑着说 男孩子都很惹人厌 一辈子没有男孩子 还烦才好 那你喜欢我吧 唐靖笑着 要将陈飞容揉怀里 你这么漂亮 喜欢我 可不便宜死我了 胸部又大 还真要伸手 去抓陈飞容的胸部 张克额头爆汗 两个女花痴 唐靖出身这样的家庭 能谈得来的同性朋友 还真是太少 跟陈飞容在一起 性子毫无遮拦地也起来 何况 她也没有必要在张克面前装淑女了 陈飞容毕竟在张克面前拘束 面皮薄 红着脸挡住唐靖伸来的手 等一会儿 刘芬端着夜宵上来 加密调制的烤羊肉串 真是让人赞不绝口 还以为只有新疆人才会这一手 其实海州东元的羊肉 也是远近闻名 混了一顿吃喝 张克与唐靖就告辞离开 坐进车里 唐靖对张克说 飞容家的酒店真漂亮 还有前面的旗馆 我们都看过了 那以后经常来混吃混喝得了 张克笑着说 不过 飞容说单景象后面 还有两栋宅子里面更漂亮 可惜没机会看一看 张克心里一咯噔 陈飞容无心之下 肯定要跟唐靖提起的 今天真是自找苦吃 难道要当着陈飞容的面 把它当成大玩具摆布 大概是心里有纠结 瞧你心虚的样子 唐靖扭过头 盯着张克的眼睛 我本来想去看看的 听飞容说 最漂亮的 那栋宅子的钥匙 在那个人手里 想想就算了 那里真的很漂亮吗 钟氏不愿意 直接说许斯的名字 也就一般了 张克打了哈哈 车子拐进新警员 两家的灯光都熄了 想必爸妈 还晚清跟指童都睡了 张克将车停在 离家稍远一些的树荫下来 伸手让唐靖趴到自己怀里 陈飞容那是见识前 所以觉得好看 去 骗谁啊 唐靖横了张克一眼 伸手搂着张克的腰 脸贴在他的胸口 紧紧地贴着 努力让自己心里的纠结淡化掉 这样才感觉到他 还是属于自己的 今天想睡哪里 张克小声问唐靖 就样子 睡你怀里唐靖刁蛮地说 就这样睡一夜 第二天就不会想房子的事情了 那就这样睡吧 张克心里痛惜唐靖 也喜欢认他的性子 调低座椅 要让他整个人全到 自己怀里睡着 虽然车子里不能伸展手腿 但是搂着唐靖娇软的身体 真是好享受 见他心眸困乏 轻轻拍着他的背 来哄婴儿一样 哄他入睡 待他迷迷糊糊的 也要睡着的时间 听见车窗 给人轻轻扣着 抬头看着婉晴家的小楼灯亮了 婉晴正贴着车窗前往李望 啊 唐靖感觉有人在车外 心慌地从张克怀里坐起来 车厢里狭小 起身时碰了一下头 回到副驾驶位上 还让手刹刮了一下 等看清是婉晴站在窗外 才翘脸微红地说 婉晴姐还没有睡啊 怕惊醒婉晴姐你 我们还打算在车里睡觉呢 我站在阳台上 看见你们的车进来 还以为你们做什么好事呢 等了好一会儿没见你们出来 才过来看看 没想到 你们竟要在车里睡觉 你们睡吧 我也回去睡觉了 第332章 春宵一瞬间 待他迷迷糊糊的 也要睡着的时间 听见车窗 给人轻轻扣着 抬头看着婉晴家的小楼灯亮了 婉晴正贴着车窗前往里望 啊 唐靖感觉有人在车外 心慌地从张克怀里坐起来 车厢里狭小 起身时碰了一下头 回到副驾驶位上 还让手刹刮了一下 等看清是婉晴站在窗外 才翘脸微红地说 婉晴姐还没有睡啊 怕惊醒婉晴姐你 我们还打算在车里睡觉呢 我站在阳台上看见你们的车进来 还以为你们做什么好事呢 等了好一会儿没见你们出来 才过来看看 没想到你们竟要在车里睡觉 你们睡吧 我也回去睡觉了 是这个大坏蛋硬要欺负我 唐靖将事情都在张克身边 翘脸微红 忙开车门拉住婉晴 我跟你去睡 张克身上臭哄哄的 走吧 走吧 手都酸死了 张克冤枉死了 规矩得手都没有伸进 唐靖的衣服里去 给他压着睡 在车子里 身子又不能动弹 唐靖的身子看起苗条 不过他身材修长 只比许四稍矮一些 一米六七左右 也有一百斤的肉 醒过来 半片身子都麻 一动弹就抽搐 身子又钻进车厢里 嘴唇贴到张克的耳朵 轻声地说 这次就饶了你 下次你 还得让我在你身上啪一眼 只要在床上 最好光着身子 张克绝对不会拒绝 扭头 在唐靖娇嫩诱人的唇 轻轻啄了一口 要死啊 唐靖骂了一声 声音娇软得很 手撑着张克的胸口 退回去 鸭鸭 张克一动 发麻的身体就抽搐 绷身却又舒展不开 说不出的难受 只有鸭鸭的怪叫两声 忙拉住唐靖的手 给你压的左膀子 都发麻了 你先把我拉起来揉揉再说 唐靖妩媚地笑了笑 听话地将张克拉起来 伸手帮他揉着发麻的左膀子 碗靖探头看了一眼 见张克呲牙咧嘴的样子 笑着说 先进去再揉吧 在这里吹了风会着凉 进了别墅 保姆在工人房里听到声音 打开灯要出来 碗靖对保姆说 是张克跟唐靖 我们自己来 那头保姆就又关灯睡下 从车子那里走到别墅 血液就顺畅了 张克倒是享受唐靖的小手 在自己的身体上的揉捏 一直嵌着身体 皱着眉头装难受 上了楼就侧趴在沙发 专心享受起来 唐靖是一到十点 就哈欠连天的女孩子 在车子睡得很熟 醒了一会儿 这时候又打起瞌睡来了 帮张克揉捏了一会儿 见他眯着眼睛 很享受的样子 伸手掐了他一下 就挣扎着去洗漱了 等婉晴煮来咖啡 唐靖已经钻进婉晴的 那张大床睡着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过了十一点 时间就已经是很晚了 但是张克都很少有 在凌晨前就睡觉的时候 他与婉晴坐下喝咖啡 问婉晴 这么晚喝咖啡 对皮肤没有影响 跟你一起 就没有影响 婉晴笑着说 眼眸深邃精亮 有着水迹 婉晴穿着那种毛纺的睡衣 领晴露出诱人的乳沟 张克探头往里多看了一眼 婉晴将领晴整了一下 不让他瞎看 婉晴已经着手办学的事情 又将植物园的那摊子 是接过去 不比新光职业的 零纸一体化项目 可以特事特办 办学以及植物园 都要走正常的项目审批 前期找人设计规划 就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能八月之前审批下来 动工建设 就算不错的 谢婉晴在美国留学 并留在美国工作的同学 月前已经加到国内 正在省里帮着刨审批的事 张克倒没有机会见到 听婉晴描述 是个女权主义者 张克对见面就兴趣缺缺 将咖啡喝完 张克要回去睡觉 爬到房间 见唐静睡得正香 捏她的脸蛋 拨开她的眼帘子 闹不醒她 婉晴说送她下楼 下楼时灯也没开 两人走在黑暗里 出了门厅 两栋别墅间 有一处卵石铺成的零音小镜 张克转身看着婉晴发亮的毛子 牵着她的手 轻轻一拉 将她柔软温暖的身体裹在怀里 还着她好像腰肢 柔软 似乎感觉不到骨头 婉晴没有丝毫地挣扎 闭上眼睛 手抱着张克的头 主动地凑过去吻她 舌尖灵活 暴露着她内心的躁动 刚才真以为你跟唐静 在车里做什么好事呢 哪有 小妮子突然想欺负我 要真在车里 给她荡床睡一夜 第二天 未必能站起来 张克一边准着婉晴 胶软嫩滑的舌尖 婉晴穿着睡裤 张克手要从松紧带裤腰往下探 婉晴身体轻颤着 她却犹犹豫豫地抓着张克的手 内心挣扎了一会儿 让张克将手抽出来 回去睡觉吧 怕抵不住诱惑 婉晴先退到狼颜下 将臂灯打开 此时的她 艳丽的脸庞楚动人 脸颊肾肾血飞红 双眸寒情欲低 红唇胶润 胸部随着有些急促的呼吸 而不断地起伏着 微暗闭灯下的袖色 让人心荡 张克轻轻地拍了拍脸颊 婉晴今天是不为让她得逞了 自己的情欲 却真的像少年时那样 凶猛而热烈 歪着脑袋无奈地笑着 痛苦 这次一起去省城吧 婉晴咬着嘴唇轻笑着 眼睛里要渗出水来 亲说道 许四过两天要回来 你在省城等她不就行了 得 张克无奈地笑了笑 谁让她欠这么多情债呢 婉晴这事 在体谅她 那你回屋吧 外面挺冷的 张克回到家里 坐在楼下客厅的沙发上 没有打开灯 省委党校的春季进修班 特事特办 心想 爸爸去插班 是很简单的事 眼下只是要鼓动着妈妈 跟着去陪读 海舟就剩下自己一个人 做什么坏事就方便 不过还要阻止小叔他家 搬到新井园来 至于爸爸等省委党校春季进修班结束之后 会调出哪里 还是要早跟徐学平商量 不晓得爸爸明天能不能抽出时间一起去省城 张克坐在客厅里想了一会儿时 就上楼回房间睡觉 第二天 海州日报刊登星光纸业 在省城筹建银林分公司的消息 上午十点钟左右 大家会和好之后 张克让傅骏去市政府接爸爸 一起驱车前往省城 中午就在黄港服务站 简单吃了点东西 下午两点钟 感到还没有完全筹备好的分公司 银林分公司的全称 是新光灵业股份有限公司 既然爱达电子 会向省发展银行贷款补充资金链 张克就能从爱达电子 抽取足够的资金 来推动灵纸一体化项目 新光灵业注册资金 就达到一个亿 也是要在省灵业系统面前 摆开咄咄逼人的架势 在国内也该到了资本力量发展作用的时候了 湖南 安徽等省份相继提出 两年消灭夷林荒山的目标 东海省也提出相同的目标 不要说原有统计的夷林荒山 这次省灵业系统 捅出这么大的纰漏 几乎让省内的夷林荒山面积增加了三四倍 省委书记陶靖也大为震惊 林业系统的整顿 几乎是毫无迟疑的就开始了 由原省委副秘书长江涛 担任省林业厅厅长 兼党组书记 具体整肃省林业系统的内部问题 为了避免省林业工作太过被动 整顿的同时 如此去补救才是最关键的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 省里连续发布了好几道文 进罚砍罚天然林 对人工林 也严格执行采罚限额 推动森工企业改制 增加对种植工艺林的投入 推动伊林荒山林权许可证制度的改革 全线减免执林企业与个人的税费 省里投入的资金 只能用于工艺林的种植 与森工企业的改制 吸引投资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 则变得举足轻重 不仅可以分享 比工艺林面积大得多的种植任何 吸引资金 还可以分流森工企业分流下来的 大量林业工人 还可以缓解森工企业的生存危机 张克他们下午两点钟赶到分公司 江涛与省国有林厂管理局的两名官员 很快就赶过来 对省林业系统来说 新光职业抛出的这个计划 对他们太重要了 两年一百万亩的引领计划 几乎能帮他们补好一大半的漏洞 毕竟在危机面前 政府官员倒是能放下一贯的架子 这次的事情 对省林业系统来说 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危机 具体的事情 由周游 宋志佑他们 负责与省林业厅的官员交涉 张克在高速公路上 就与徐学平的秘书李一江联系上 他先与爸爸 直接去省政府见徐学平 第333章 新任厅长 92年建成的景林大厦第11 12层楼 是徐志明创办海域公司 三年后就置办下的物业 海域公司最困难的时候 谢婉晴曾想将这两层楼出售 套取一些资金 来缓解公司的困境 不过后来一直都没有用得着 将这两层楼出售掉 裴林业厅厅长江涛 及其他官员参观公司完之后 张克怯然地说 赶着徐省长有空要去听徐省长面授机遗 这边就由周总具体向江厅长介绍公司的情况 江涛说道 我正好要去省政府 具体的事情由下面人谈就可以了 便与张之行 张克一起下了楼 林业厅只开了一辆公务车过来 江涛说 留给留下来 谈是的其他官员回林业厅用 他便与秘书坐星光职业的商务车一同去省政府 江涛今年才47岁 在政厅级干部里算是有为之人 在此之前 江涛与张克接触过一次 是徐学平的秘书李一将引荐的 那次见面 江涛倒不是很重视 省委办公厅与省政府办公室 大概是省里消息最集中的衙门 江涛倒是知道 海州的警户公司与徐学平之子的魏王人谢婉晴有关 张克出面请他吃饭 他起初还以为谢婉晴是想借着公公徐学平的关系来钻政策的空子 一件事情 看起来是件影响极其恶劣的事情 在某些人眼里 却是意味着极大的伤悔 无论是省里直接补贴种植公益林也好 还是林木采伐限额 还是林地许可证制度改革 要想在短时间里解决好问题 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都会有很多照顾不到的地方 都会很多可以钻的政策空子 这些与政府高级官员沾亲戴故的商人 是最善于寻找这种机会的 通常一声招呼 一张纸条 就意味着几百万 上千万的财富 落入私人的腰包 江涛对这些行为很不待见 但也不是不能容忍 他是陶进书记推荐到林业厅的 这些事 在他看来 事无巨细地向陶进书记汇报 也未必能讨好 却会很惹省长徐学平宴 在新光职业重组 海域股权脱离之前 张克还不能向江涛 向省林业厅 抛出他完整的计划 等事情逐渐安排妥当 张克已经没有与江涛直接接触的机会 江涛要整顿省林业系统 总能找到各种借口 去推脱李一江的再次引荐 不跟张克见面 不过 他也不是那种 将事情做绝的光棍 虽然不喜欢这些事 并不见得他会坚决制止这些事 他让厅里的其他人与井湖保持联系 井湖有什么需要照顾的地方 他尽可能满足就是 免得徐学平的电话 打到他办公室 或者徐学平签字的条子 送到他面前来 只会让他的工作更加被动而已 星光职业重组的那段时间里 周游组织人手拟定项目书 有什么资料 直接跟林业大学的周福瑞教授要 最初你写项目书的负责人之一 就是周福瑞教授带出来的博士研究生杜新衡 星光职业与省林业厅几乎没有接触 倒是宋志佑加入星光职业 很快将项目书完善起来 而省城这边的分公司开始筹建 周游他们才正式与省林业厅的官员接触 96年一家注册资金高达一个亿的林业公司 是省林业厅无法忽视的 省林业系统闹出这么大的纰漏 徐薛平决定追加工艺林的建设资金 咬咬牙才从省财政里挤出两个亿而已 用于推动省森工企业改制 职工分流的资金才八千多万 要尽快将纰漏弥弥补好 仅靠省里拨付的资金力有不足 吸引资金承包宜林荒山 大面积的种植工业原料林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这些道理 即使是上一任厅长刘华山也明白 明白未必能做好 做好一件事需要时机 国家提出 林举一体化概念近十年 可惜因者料料 首先是近几年才推动草浆取代木浆的事情 取缔草浆生产线的态度还不够坚决 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种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因例 其次 国内的造纸企业普遍实力偏弱 无法推动林纸一体化的大产业循环 林纸一体化动则上十亿 而且收益期太长 不符合国内资本的追逐短期高盈利的特质 引入大资本大面积的植林 在96年 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星光纸业 一下子成了江涛解决省林业系统眼下危机最重要的希望 重组后的星光纸业又与谢婉晴脱开关系 徐学平这时候才站出来替星光纸业说话 专门为星光纸业的找过江涛谈话 提到星光纸业规模上60亿的投资计划 江涛前后的态度才陡然转变 张克这段时间滞留在海州忙星光纸业重组的事情 无暇分身到省里来 江涛不得不屈就着跟周游 宋志佑商谈具体的事情 今天才第二次与张克接触 由于起初的不重视 徐学平 李毅江他们又不会无视专门跟别人炫耀 张克身为高中生却创下亿万财富的奇迹 江涛对张克的了解甚少 倒是张知行的事情 他略有耳闻 在公司参观时 他觉得张克与张知行相貌很像 坐到车里 才方便问起来 张总与张秘书长是什么关系 我看你长得很像啊 我们 张克才想起来到公司 当着林业厅官员的面 他爸爸几乎没开口说过话 见江涛不敢推测他们的关系 笑了起来 还没有郑重地跟江厅长介绍呢 这位张秘书长 是我爸爸 江涛难以置信地吸了一口凉气 倒不是说张克与张知行 一商一关的身份 张秘书长看起来比我年轻 我今年48 张秘书长贵庚 我46 张知行笑了笑 换作不知底细的人 谁都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 张克今年才18岁 看上去成熟一些 还以为徐书长早跟江厅长提起过呢 许多话卡在嗓子眼里 一时都不觉得合适说出口 任江涛在省委办公厅 将人是琢磨透彻 还是难以消化听到的事实 张知行的儿子 从车轮下就出指瞳的事情 江涛听说过 只是他一直未能将旧人的少年 与张克联系起来 即使在公司觉得 两人很像 也没有联系到这件事上 毕竟一个刚满18岁的少年 就拥有上意的财富 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张克笑着说 去年无意成立的一家生产影碟机的公司 偏偏眼下影碟机还比较赚钱 一不小心就成了亿万富翁 我自己完全预料不到的 张克尽可能说得轻描淡写一些 这次到省里来 也会跟爸爸到省纪检部门 将这些情况解释清楚 你是说海州市的爱达电子 张克点点头 说道 是的 因为我还没满18岁的缘故 所以法人代表 以及公司的管理人 都是请别人代替 哦 即使现在 我还是以学习为主 公司的事情 我也不大懂的 张克说得谦虚 江涛却完全不这么认为 要不是张克主动说破 他万万想不到张克会是海州市政府秘书长张之行的儿子 而且还只有18岁 少年得志的人 江涛也没有少听说过 只是亲眼看到 张克是第一个 不能不令他差一万分不清楚 徐学平有没有跟陶进书记提起这事 想必陶进书记也会差一万分的 嗨嗨 江涛倾咳了两声 来掩饰刚才的失态 张 年少有为 我跟贵公司的周游谈过几次 周游可对你赞不绝口 周游还说 张总一定会让我大吃一惊的 还真是大吃一惊了 张克笑了笑 没必要互相吹捧 陶进这时候 将江涛推到省林业系统的漩涡里 要么江涛的能力出众 要么陶进很不待见江涛 才把他往火坑里推 答案显然是前者 他说道 星光职业的前身 想必江厅长也清楚 即使在小江中上游大面积的营林 对各方面都是一件有意的事情 徐省长也不方便直接站出来支持 所以 海域公司这次才会完全撤出星光职业 张克将锦胡 爱达电子 星光职业与海域公司之间的关系 介绍给江涛听 免得日后合作时 江涛有什么顾忌 破坏既有的工作步骤 这些事情 会向省纪检部门说明情况 自然没有必要瞒着江涛 到省政府才20多分钟的车程 不过对江涛来说 这短短20多分钟的车路里 知道的事情 却让他瞠目结舌 第334章 重大事项报备 到98年 才会启用新的省政府办公大楼 96年的东海省政府办公大楼 还是50年代建起的会堂式建筑 过道里光线会暗 有着年深日久的沉浮气味 张克走过无数的政府部门 似乎都有这种感觉 即使是新建的政府机关大楼里 也摆脱不出这种感觉 这大概是国内官场 给人特有的感觉吧 省政府秘书长陆文夫 也不喜欢这里的气味 感觉时间久了人都会发霉 他喜欢将办公室的门留一道缝 这样能看见 有没有人进出徐学平的办公室 跟所有的领导干部一样 徐学平也更信任 他从省政法委带过来的秘书李一江 与陆文夫始终隔着一层 这一点 对陆文夫最致命了 他在省职机关里慢慢爬到省政府秘书长的位置上 只在升副秘书长之前 到新无事挂了两年的职 他在省职机关里差不多是到头了 上不能上 下不能下 最理想的出路 就是下去做一任市委书记 他跟陶进书记不熟悉 徐学平不帮他说话 等下一任省长 他就错过下去的时机了 过几年 说不定会给 踢到省政协 省人大去 陆文夫看到李一江从徐学平的办公室 走出去 又领着几个人走进去 从门缝里 没有看清楚是谁 他推出门 看见一出的朱小军 在过道里张望 三星与湘学海合资一事 最初就是给这个朱小军 在经贸围捅出来的 徐学平后来做了批示 打回重新谈判 合资谈判重启了四个月 还没有谈出新的结果 朱小军是李一江说进省政府办公厅的 陆文夫起初以为 朱小军与徐学平有什么关系 后来发现徐学平并不认识他 只是李一江对他有些照顾 也仅此而已 上回张克到省政府办公大楼来 朱小军恰巧急前到外面 去办事 没机会凑巧赶上张克与徐学平会面的机会 刚刚看见李一江领着几个人 进徐学平的办公室 张克在里面 新任的林叶厅厅长江涛也在里面 另外一个中年人 看相貌与张克很像 想着莫不是张克的长辈 张克的背景神秘得很 朱小军 林小燕他们都在猜测他的家庭背景 只是他们接触的层次很低 张克不跟他们明说 他们哪里能猜得到 朱小军便想着 时不时到过道里转一转 想着等李一江跟张克他们 出徐学平的办公室 装作凑巧碰上 没想到在过道里晃荡的样子 给陆文夫看在眼里 心里一虚 低头想躲回办公室去 陆文夫招呼唤住他 说道 小朱 我这里有份文件 你帮我转给法治办 省政府办公厅 也挂省法治办的牌子 法治办几个处事 就在过道的那头 难得陆文夫不责备他 还开口唤他做事 朱小军神情一震 跟着进了陆富文的办公室 看到李处长 领着谁进徐生长的办公室了 陆文夫将文件递给朱小军 看似无意地问了一句 朱小军心里一惊 不管哪个机关 最是讨厌下面人私下里偷窥 揣测领导的事情 让陆文夫看似无意地疑问 朱小军手心都吓出汗 还以为他往徐学平办公室方向 张望的样子 都让陆文夫看了去 他忙解释道 与李处长 还有林业厅江厅长 进徐生长办公室的人里 有一个是我认识的 我还以为看错了 所以道过道理来看看 他们都已经进去了 哦 陆文夫轻轻应了一声 又问了一句 也是林业厅的干部 不是 是一个朋友 他年纪轻着呢 还在读书 哦 你是说张克呀 你认识张克 上回张克陪徐学平 乘直升飞机 视察小江中上游的天然灵现状 陆文夫心里一直很奇怪 那次视察之后 林业厅的头头脑脑都换了一个遍 只不过后来的事情 徐学平都交给李一江去办 星光纸业 还没有出现在正式的文件里 陆文夫对具体的情况不是很清楚 认识 两年前就认识了 幸亏张克介绍 我才认识李处长的 陆文夫点点头 没有再跟朱小军多说什么 让他将文件拿出去 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沙发上想了一会儿 看来去年冬天湘雪海 三星合资案被徐学平驳回的那件事 也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想法 他只会藏在心里 办公桌上电话响起 是徐学平的电话 换他过去一下 陆文夫整了整衣巾 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些 走出徐学平的办公室 他第一次见张之行 但是看到张之行就知道是他 94年唐学签案得以纠正的关键人物 不过省检察院里传言 张之行的儿子张克 在那次审案中起了关键作用 徐省长 您找我什么事 陆文夫又跟江涛 张之行点头示意 我刚刚跟陈一新书记通过电话 之行与张克有些材料 要跟陈一新书记当面汇报 麻烦你领他们去找陈一新书记 陈一新是省纪委书记 陆文夫还以为海州又出什么大案了 劳张之行父子再次到省里直接举报 徐学平将陆文夫眼里的疑惑看在眼里 笑着说 还有一份同样的材料 还要麻烦你找人送到组织部去 这份材料要交给工部长 这是关于张克名下所有关联公司的详细资料 张之行就算想评级调出海州 甚至想往上走一步 都要过这道审查 报备手续 往组织部送材料 还好理解一些 海州市委今天上午 刚刚推荐张之行 到省委党校春季县处及干部进修班插班学习 插班推荐比较罕见 但是也见怪不怪 只是到进修班学习而已 县处及干部的岗位安排 最终还是要看各个市里自己的安排 只是张之行的身份 对省政府办公厅的人来说 有些敏感 往组织部送材料 说不定是要往上跳一级 才会接受某种程序上的审查 但是为什么这份材料 同时送一份给陈一新 1995年出台党政机关县处 及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只是强调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个人收入 并没有将家庭收入界定在内 但是像张之行 张克这种情况 是属于领导干部个人相关的重大事项 虽然96年还没有强制报备的规定 但是张之行想在仕途有所进步 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备是必须的 因为没有强制报备的要求 所以没有海州市组织部门申报 而是直接向省组织部 纪检部门报备 陆文夫心里纠结想不透彻 心痒痒挠着直难受 看来自己 虽然整日在徐学平身上转悠 其实并没有融入进徐学平的圈子里去 想想也真是失败 待陆文夫领着张之行 张克离开办公室 徐学平对李一江说道 你问问看 陶进书记在不在家 李一江打电话联系陶进的秘书 省委书记陶进人就在大楼里 徐学平对江涛说道 星光职业的情况 你比我清楚 有些问题 你跟我一起向陶进书记汇报一下 具体的资料 江涛就是刚刚在这里 才看到 他总不能说 自己起初把星光职业给忽视掉了 徐学平这么急切地 要向陶进汇报清楚 一方面是这些事情 跟海域公司有些纠葛 徐学平想 亲者自亲不是那么容易 国人都习惯 把事情往坏的方面考虑 有必要解释 最主要的 大概是帮张之行说话吧 这种情况下 张之行马上脱离海州市 最好的方法 就是进省委党校学习 然后另行安排职务 一个郑楚级官员的职务安排在哪里 需要省里一二把手 煞有介事地讨论 难道是想再次破格提拨张之行 张之行参加完进修班 也算在郑楚级的位子干满两年 距离正式提拔的年限 还差那么一点 破格提拔也不是多大事情 现在省部级官员 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 有破格提拔的经历 享受两次 三次破格待遇的 也大有人在 海州控股颇有声色 省委党报也正式刊专题 讨论过海州控股的模式 从唐学签案以来 张之行在省里的曝光率 比一般的县处级干部要高多了 至少淘尽书记知道这个人 要真指望星光职业 帮着弥补省林业系统的篓子 哪能不给一点糖吃 不给个副厅 副室的位置 倒显得省里太吝啬了 江涛这么想着 有些羡慕张之行的好运气 也实在想不明白 张克这么个少年 怎么能做出这大的事情来 第335章 许思的存在 省纪委书记陈一新 是去年年初从外省调过来的 跟省内各方面都没有太深的纠缠 张之行与张克由陆文夫 领着过来送材料之时 徐学平就跟他通过电话 简单地介绍了一些情况 关于海域公司的匿名材料 陈一新也看到过一些 因为涉及到徐学平 匿名材料是不会正式立案调查的 不过处在他的位置上 永远比一般知道更多的内幕 在海域公司的问题上 他知道徐学平是节制的 这一点 徐学平比其他党政领导干部 要好得多 徐学平之子 创办海域公司 是在徐学平到东海省就任之前的事情 也不能完全拿回避原则 去套这件事 倒是景胡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 所创造的商业奇迹 更能引起他的兴趣 有一个很敏感的人物 陈一新对他也很感兴趣 许思的存在 本来就容易引起很多的联想 作为唐学谦案 丁向山案的关键人物 他最终免于刑事起诉 跟徐学平有着很大的关系 先后担任景胡 月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之后又移民香港 陈一新是个怀疑主义者 发现这个疑点 但是因为涉及到徐学平 这样的省部级干部 他也无权私下里调查 倒是张之行 张克这次递上来的材料 满足他的好奇心 既然张之行主动报备 他对报备的材料 有什么疑问的话 就有权派人调查 陈一新处理经济案件 非常有经验 他很快地将材料翻了一遍 除了许思这个疑点之外 他实在找不到可以质疑的地方 景胡与海州市政府最大的关联 就是承包经营海州市 大小国有造纸厂12家 承包期间 对这12家造纸厂进行技术改造 所有的交易 都是合乎国家政策 就是附路还没有实施的 一揽子并购案 也完全找不到质疑的地方 至于爱达电子的成功 那完全是商业上的奇迹 陈一新也注意到一点 许思之所以能移民香港 与叶家又有密切的关系 他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 听说这个女人 是个很迷倒众生的角色 只要不违法乱计 诡异一点 又有什么不可以 18岁的少年 手握亿万财富 这本身就是很难消化的事实 陈一新翻了翻材料 说道 材料准备得很齐全 看来也没有纪检部门什么事做 这边便算报备过了 张克说道 这份材料 我们没有向海州市申报 而是直接到省里来报备 只是不想公司的财务情况 给太多的人知道 所以也希望省纪检部门核查时 也能绕过海州市 又不是立案调查 当然不需要大动干戈 只要核实材料里 一些文件的真实性就可以了 对于张克的要求 陈一新自然无法拒绝 答应作为密集材料报备归当 天色已明 陈一新是轻易不接受别人宴请的 张之行客气了几句 给陈一新婉拒 便跟张克从陈一新办公室出来 陆文夫一直在外面等他们 徐省长跟一江晚上要宴请三井物产的官员 让我陪之行你父子吃晚饭 陆文夫说道 张克 省政府办公厅的小猪 猪小军 你认识 认识 我让小猪先去订了一桌菜 心想 他应该知道你们的口味 张之行父子 在陈一新办公室里 陆文夫从组织部部长龚志荣那里知道 张之行同时向省组织部报备的材料内容 他在陈一新办公室外 发了好一会儿愣 对于省级领导来说 平凡的异地调任 让他们很难在一个地方 培植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 像徐学平这样的省级领导 不会大肆地提拔亲信 只会重点培养一些对象 等徐学平离职他任 将在省内的一些人脉 推荐给他的继任者 一般也会得到相当的重视 张之行父子 在徐学平心目中 大概就是这样的人选吧 陆文夫这么想着 既然张克小小年龄 能做出这番成就 在徐学平心目中的地位 只怕不比礼仪降低啊 张克感觉到 陆文夫已经知道 报备材料的内容 虽然作为密集材料报备 这些手段通天的人物 总能知道他们想知道的 这一点让人很无奈 陪陆文夫吃过晚饭 张克让傅俊 送他跟爸爸直接去宾馆 在车上 他说道 爸 你这次是到省委党校插班 宿舍只怕都已经满了 住宾馆也不方便 我看在省委党校附近 有合适的房子就买一套 没有就租一套 生活方便一些 住哪里都一样 张之行说道 转过头 眼睛盯着张克 这两年 你是不是一直跟那个女人在一起 在报备材料里 许斯是无法抹去的存在 张克无法确定 唐学谦看到许斯的名字 会有怎么的反应 索性在市里只介绍一般性的财务情况 详细的材料 却绕过市里 直接到省里来报备 目前 星光纸业 锦胡 爱达电子 都抹去许斯存在过的痕迹 就连海舟月秀也注销掉 除非特意追查原始的注册资料 或许到省纪委与省组支部 调阅报备材料 不然无法会发现许斯的存在 即使报备材料的一些内容 会流传出来 只要不是有心人 许斯的名字 也不应该流传出来 报备材料 是张克一手准备的 但是最终 还要父亲联合署名 所以 张克到省里 才将材料给爸爸看 嗯 张克多少有些心虚 婉卿解决的 他有管理的才能 先把事情往谢婉卿身上推 这也是事先跟婉卿说好的 即使在宋培明 周富等人面前 也极力造成这样的假象 就是为有朝一日事情揭穿 还有缓和的余地 你以为你老子这么好骗 婉卿有多少时间 去了解那个女人 张之行伸手搓了搓张克的脑袋 都想不透你脑子里 装的是什么东西 这件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 张克侧头看着车窗外的 车海灯河 说道 94年夏天的案子 早就过去了 除了关在牢里的那几个人 只怕没有人还会想起许斯吧 张克自欺欺人地说着 即使许斯一开始有诬陷过唐学千 也是出于丁向山 江明成等人的胁迫 国内素来容易同情弱者 更何况唐学千能翻案 许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张克又着一帮许斯开脱 就94年夏天的那件案子 应该是早就烟消云散的事情 只是当事者心里的介怀 却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 关键是 张克私下里 与许斯密切接触 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件事 张之行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件事他觉得很棘手 他从来就没有怀疑 张克在94年夏天吃过的话 他一直以为 张克与许斯 在那个夏天之前就认识了 作为父亲 他不希望年少的张克 跟这么有诱惑力的女子 接触张克 完全具备着成年人的思维 张之行也只能 以成年人的思维去思量他 这是他隐瞒了两年 让人很不安 唐靖知道这个女人怎么办 给一下子就捅到感情纠葛的事情上 张克暗暗叫苦 想着老爹老妈 绝对无法容忍自己在外面左拥右抱 他装作没听明白地说 唐靖见过许斯的 今天跟陆文夫一起出来吃饭的那个朱小军 是许斯妹妹许位宿舍里的一个女孩子的男朋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张之行一下子还没有听明白 朱小军与许斯有什么关系 这两年 你接触什么人 我跟你妈都没有过问过 本来就是又不是特意瞒着你们 盛兴环球电器公司总裁叶建兵的祖父叶祖范 是原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 他二叔是国务院经贸委的高级官员 还有军区前副参谋长孙益荣之子 香港嘉信集团高级副总裁孙上益 我都有认识 爱达电子目前与TI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 要是有必要 甚至可以邀请TI公司的董事长到海州来访问 张克胡扯着 显摆他现在显眼的社会关系 希望能转移他老子的注意力 张之行倒不是那么好糊弄 许司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但是事情已经到这一地步 也没有纠缠下去的必要 张克早就独立地为他自己的事情做决定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 你要知道分寸有些事物 你不要以为打碎了 还可以恢复原样 要珍惜 爸爸的这句话 张克也颇有感触 他漠然地点点头 只是让他对许司放手 是绝不可能 第三百三十六章 惹是生非 张之行 张克他们回宾馆不久 徐学平也结束对三井财团官员的宴请 回到新梅院 宾馆就挨着新梅院 就图到徐学平家方便 时间尚早 张克便让傅俊 准备车载他跟爸爸去徐学平家 李懿江也没有回去休息 徐学平脸上的神情有些凝重 张克坐到李懿江身边 小声地问发生什么事 小鬼子骄横得很 今天在场的官员没有心理舒坦的 当着徐省长的面就嚷着要去喝花酒 李懿江愤愤不平地说道 张克眉头一束 问道 今天的宴请 是为东海联合钢铁集团 与三井合作的事情 嗯 徐学平点点头 说道 对方是三井财团总经理会议的成员企业冬日帖 这家企业也有寒资背景 他们的员工倒是不掩饰两国国民狂妄骄横的恶劣本性 这种愤慨之言 徐学平也只能在亲近的人面前发发牢骚 在公众场合 却要维持与日与寒的友好形象 说起外企职员在国内的狂妄 纯粹是给国内的官员灌出来的90年代 这些外企中高层管理人员到国内 可是享受着特等国民的待遇 当然 在徐学平面前不能发这样的牢骚 张克只是轻笑着说 小鬼子娇横 是以为国内钢企离不开他们的技术 但是 对他们而言 通过技术垄断 控制国内的钢铁市场 才是他们根本的目的 他们是不会容忍国内的钢厂 采用其他国家的技术的 他们不是要喝花酒吗 让市公安局将他们逮起来关一夜 看他们会不会老实一点 通过技术垄断 控制国内的钢铁市场 徐学平疑惑看着张克 怎么这么说 三井物产部下的经济迷局 90年代还不为国人所了解 事实上 从70年代起来 三井财团就控制着日本钢铁企业 向国内的技术输出 炼钢技术的主要输出企业 就是徐学平提到的 东日铁等到日本钢企 张克说道 国内钢企绝大多数采用日本的炼钢技术 这些钢企的生产线 只能消耗高品位铁矿石 而国内高品位的负铁矿资源匯范 只能依赖进口 而三井财团旗下的企业 从70年代起 就大力介入国际铁矿石项目投资 现在我国钢产量居世界第二 以眼下的投资冲动来看 不需要两年 钢产量就会越居世界第一 对进口铁矿石的依存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但是国内钢企对上游铁矿石资源的控制力度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所以逃不出给上游铁矿石企业绑架的命运 三井等日系财团 除了加大对国际矿山的投资 还加强对铁矿石交易所必须的海上运输业的控制 其中庞大的利益 控制在九十年代中期还不是特别的突出 但是随着国内钢产量连年大增 刺激对进口铁矿石的需求 铁矿石与海运价格逐年大涨 那时国内刚起才感到追星之痛 徐学平手抚着额头 汗手沉思 张克描绘的是一个很不乐观的前景 这可能是国内很少有人会去考虑的问题 徐学平伸手在额头上抹了一把 想将额头的皱纹抹平 不要让神情太凝重 张克可不是想着跟徐学平 讨论国内钢铁企业的未来困局 他倒是想导动着李易江 一起找市公安局的人 给这些小鬼子来个下马威 特别东日铁 还有寒资的背景 国内刚起的困局 可不是现在考虑就能够化解的 国内经济发展 势必刺激对钢材的需求 而日系企业 投资海外矿山 从七十年代就开始大规模布局了 现在拼命追赶 也差了很远 更何况国内的投资规模有限 同时偏好短期效益 矿山与钢厂之间 绝大多数会选择直接投资钢厂 97 98年 国内会出现民营资本投资钢厂的热潮 国内的经济学家 还看不到太远的未来 就算对日系企业的用心很怀疑 也不会终止东海联合钢铁集团 与东日铁的合作 只是没有必要把东日铁的官员 当成大爷供者 这些官员可不是因为你把他们伺候舒服了才过来合作的 发了一会儿牢骚 又回到今天的正题上 徐学平对张之行说道 你进党校学习的事 明天就会有正式的通知 也就让你回海州 准备两三天的时间就要过来 至于党校学习之后怎么安排 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去考虑 不急 你是想到省里来 还是继续在地方上 徐学平这么说 张克心里就明白了 两三个月时间里 星光职业的银铃项目就要全面启动 那时候讨论爸爸的去向 主动性就大多了 这时候 进省政府或者省委都不现实 进省职机关 还不如继续留在地方 张之行说道 能在地方上 觉得还是地方上的事物 适合我一些 徐学平点点头 他也这么觉得 只是今天跟陶晋书记讨论这个事情 陶晋书记没有给出明确的意见 估计也是要先看星光职业的动静 他也就没有明说 李懿江坐张克他们的车 一起离开心梅院 出了心梅院 张克问李懿江 李哥 你知道那些小鬼子 在哪里吃花酒 怎么 你真要搞他们 李懿江还当张克说说而已 不过他们今天的态度 还真是气人 对徐省长也没半点的尊敬 这些鬼子给惯坏了 他们肃因调娼 可是违背国内的法律 搞他们一回 还怕他们翻天不成 我这么说的时候 徐伯伯可是眼睛亮了亮 他总不能说 好 你们就去搞一搞他们 我们得把徐伯伯的心情给孕平了 李懿江笑了起来 张克还真是个惹是生非的主 本来今天的心情 给这些小鬼子搞得有些糟糕 让张克这么一说 就舒坦多了 要不整一整这些小鬼子 这些畜生 明天大概会把屎尿拉 自己投上来了 剑里一将心动了 张克笑了笑 说道 我给叶剑斌打电话 问他在不在省城 他对这事情起敬 华东地区的移动通讯 年初开通各城市间的漫游通话功能 只要叶剑斌手机在手边 都能随时找到他 叶剑斌人在省城 正跟邵新闻陪人吃饭 他听说有这个好事满口答应 说马上开车到国际贸易广场楼下会合 现在时间还早 喝花酒没那么早结束 等会合之后再合计 吃过晚饭 张之行还跟张克说许思的事情 这时候 见张克拉里一将合计着给日本人下套子 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到宾馆就先下去了 宴席结束 东日铁的官员 还有东海联合钢铁集团的人陪同 李一将打电话问东海联合钢铁集团负责招待的人 得知东日铁的官员撇下陪同的人独自去买春了 不过陪同的人将他们送到复春阁酒店楼下才离开 复春阁酒店不是涉外的星级酒店 事情更好办 开车到国际贸易广场 远远看见叶小彤的那辆奔驰600 靠近看见是叶剑斌的司机坐前头 叶剑斌与绍新闻坐在后排 看来是把叶小彤丢下了 奔驰600宽敞些 张克与李一将挤进奔驰车里 叶剑斌笑着问 今天怎么想着要干这种好事 李一将绝对不是惹是生非的主 张克平时为人也刻意低调 除了冲官义努 为许司跟谢剑南结仇 叶剑斌还没有见过他主动去招惹谁 当然 张克在学校里的那些事 没有人告诉叶剑斌 张克将今天徐学平给小鬼子恶心着的事情说出来 叶剑斌搓着手说 小鬼子啊 当年老美往日本丢两颗原子弹 小鬼子到今天对老美还毕恭毕敬 他们只承认二战败在老美手里 这是能做 要做叶剑斌想了一会儿 又狐疑地对张克 我怀疑你 还有别的企图 我能有什么企图 张克摊摊手 忙将自己撇清 叶剑斌与张克接触多了 难免有这样的直觉 也想不到出张克的企图藏在哪里 说道 这种事 李哥出面 直接找市公安局也不合适 只要知道 小鬼子在哪里喝花酒 找辖区内的派出所出面 才能神不知鬼不觉 他探头问前排的绍新闻 傅春阁酒店归哪个派出所管 有谁认识那个派出所的头 先把这群小鬼子关起来再说 我看官一夜 不足以给他们教训 找两家报纸报一下光 张克不动声色地说 第337章 买春复春阁 新夜路的路灯 要隔一百米才有一盏 整条街显得幽深静谜 路两侧种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 4月初 梧桐长出新夜 会一层新蓉飘下来 张克对梧桐树荣有些过敏 春夏之际在省城住久了 亦患过敏性的咽喉岩 当初也是因为适应不了这座城市的这个季节 他才回海州工作 张克坐在车里 手臂搁在车窗上 看着远处的湛蓝色的天空 天空青龙着薄云 天际有着淡淡的微光 傅俊开着 Volvo亭在另一刻梧桐下 叶建兵看见一辆警车拐进建业路 问绍新闻 你那个当刑警同学来了 叫什么来着 何继云 跟小童大学是同班同学 跟我只是一个系的 现在是建业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的副队长 伸过手 按了一声喇叭 提醒警车 注意他们这边 叶建兵朝礼一江 张克看了一眼 默然一笑 说道 赶上是对口的 警车驶到静静 才发现梧桐树后面 停着一辆奔驰 一辆 Volvo 和继云跳下警车 走过来 看见绍新闻坐在前排 隔着车窗说 你小子这几年发达了 开着奔驰来见老同学 有什么事 火急火燎喊我过来 接到报警没有 绍新兵推开车门 他人跳下车 挨着车门跟何继云说话 什么报警 傅春阁酒店 有人卖银嫖娼 我们刚举报的 你不是治安大队管这事 日 你小子 你小子见不得人好 还是怎么的 看我刚混上妇科的位置 就想着陷害我事不 不要说傅春阁酒店卖银嫖娼了 就算有人举报傅春阁卖白粉 我也要向我们局 领导请示 才敢行动 拉倒吧 卖白粉轮得到你管 绍新闻拍了拍何继云的臂膀 刚才的举报 没有跟你开玩笑 发生什么事 何继云往车里看了两眼 车里没开小灯 只看得人影 看不清人脸 盯着绍新闻问 你们跟别人争小姐受了气 你不怕叶小彤知道这事 把你下面两粒蛋给锤掉 摇了摇头说 傅春阁的老板 跟我们田副局长很熟 我这时候带着人过去 我们田副局长一个电话打过来 一样没戏再说了 谁敢给你七手 你不会将你大舅子的名头 抬出来吓唬别人 绍新闻捶了何继云一记 不让他胡说八道 低声说 有二十多个鬼子 在傅春阁找小姐 一伙人当中 还有五六个棒子 这伙人挑剔得很 刚得到消息 傅春阁正向其他厂子 吊漂亮小姐过去 日 狗娘养的 何继云催了一口唾液 提起鬼子 就一脸的愤恨 上个月 有辆鬼子车在健康路 压伤了一个孕妇 丢了张名片扬长而去 健康分局一哥们热血冲头 调了三部警车去劫 将鬼子刚拖到局子里 上面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分局的领导都站出来道歉 那哥们这时候 还在家里写检查呢 换个不懂历史的 还以为抗日战争没打赢呢 这是 你敢不敢整 绍新兵盯着何继云的眼睛 整死他娘的 大不了包了这身皮 何继云凶恶地说 被亚的孕妇流产了 亚人的鬼子 从头到尾 连面都没有露 让他的汉奸秘书 出面谈赔偿的事 市局下面的干警 都憋了一肚子火 郑愁找不到机会 何继云咽了一口唾液 也不管奔驰车里 到底坐着谁 把情况又问了一遍 拿着对讲机 跟留在警车里的队员联系 张建林 你联系老计 大黄他们 把人带到这路口来 不要问为什么 你让他们赶紧过来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何继云跟邵新闻 站在车门聊了一会 等两部警车拐进星夜路 他大步走过去 也没有朝奔驰车看一眼 邵新闻钻进车里 说道 平日挺狡猾一小子 就恨鬼子 在国内要武扬威 这是找他能成 不过事情搞下来 他以后的日子就难熬了 张克刚跟朱小军通过电话 让他联系报社的记者 这种事 他 叶建兵 李易江 都不宜直接出面 他刚放下电话 听着邵新闻这么说 笑了笑 说道 那邵哥以后照着他就可以了 叶建兵说道 我们先过去 不要错过热闹 张克他们 赶到复春阁酒店 在服务台前办理入住手续 大堂里没什么人 张克他们走过来 服务台里 一名男服务员 拿日语招呼了一声 瞎了你的狗眼 我们拿点像日本狗 叶建兵差点拿手指 戳到那名男服务员脸上去 那人给骂得发愣 站在那里不敢辩驳 一名二十六七岁左右的年轻女子 从经理室出来 容貌秀丽 看她的装束 应该是酒店的值班经理 她过来道歉道 对不起 刚才有好几批日本客人入住 该不会今天直接带日本人 叶建兵眉头簇着 压着一肚子火 叶建兵人高马大 踢平头 要不是那套Hugo Boss的西服 形象跟他的司机肩保镖差不多 不过她有时候在孙靖湘面前戴眼镜冲斯文 那时才有几分如伤的气质 这时候瞪着眼睛 凶神恶煞的 要是那值班经理管说一声不招待 他敢马上让人将这里给疯了 那名值班经理脸色很差 连声道歉 另找了名女服务员 帮他们办入住手续 没过一会儿 两辆大巴停在门外 几十名农庄艳抹的小姐 从车里涌出来 顿时将酒店大堂都挤满了 有几个年轻男子带着 这些男子都说日语 跟这些小姐搂搂抱抱 就进了电梯间 张克窥着电梯门还没有关上 往里瞥了一眼 那几个日本人 在电梯间里 就将手插到小姐的衣服里乱摸 张克疑惑地看了李一江一眼 东日帖的官员 及随行人员加翻译 才二十五六人 怎么招从外面招 这么多小姐 电梯门关上 却没有上行 一会儿又打开了 先行进去的那几个日本人 跟小姐都出来 一个日本人大声叫嚷着 其他几个日本人跟着狂笑 张克刚将门卡拿到手里 听到这里 脸色变得难看 猛然将门卡摔到服务台上 那日本狗说什么 叶剑兵问 张克原来还想看热闹 这时候完全没有看热闹的心情 摔了门卡 人往外走 边走边说 那鬼子说 小姐太多 大堂里宽敞 让小姐都站在大堂里 他们下来一人挑两个 还有一鬼子说过来 就得玩这里姑娘 还说 要把日本的高要旗挂到大堂里 日贪娘的 叶剑兵听到这里 倍感屈辱地 猛踹了一脚旋转门 哐当一声 没有将钢化玻璃踢碎 倒是将大堂里的人吓了一跳 门外的酒店保安 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只当张克 叶剑兵他们 在这里的声势 看着他们进来 拥过来要拦住他们 给叶剑兵的保镖 与傅俊两人往外一推 四名酒店保安都给推下台阶 两人跌了个朝天跟斗 他们走进停车场 愣是没有人赶上来拦他们 等他们 要将车开出来 有名保安跳出来 拦着车前 叫削着 已经报了警 撞他 撞他 好好的人不做 给日本狗当狗使欢 夜间冰饿 恨恨地喊着 那名保安 终不敢拦在飞驰的奔驰车前 报警 他们还真是肆无忌惮啊 张克回头看了一眼 大厅里 似乎没有给突然的意外打扰 好些穿着和服的日本人 出现在大厅里 奔驰与Valvo一前一会 冲出酒店的停车场 三辆警车还停在建业路的路口 叶剑兵一声不吭地下车 走到最前头的警车前 招手让何继云下来 对何继云说道 我是叶小彤的堂哥叶剑兵 不晓得你有没有听新闻 小彤说起过我 你们今天去整这班狗娘养的 要有什么事 我替你们担着 张克头伸出车窗 朝夜建兵 何继云说道 让这班狗娘养的知道 国内也是有法律的就行了 按照程序来 事情捅不破天 出酒店闹这么大动静 两部车的车牌都要抄过去了 道不愁理 一将给人认出来 张克也不怕给人认出来 回头对他说 李哥 事情闹出来 先想办法将这家酒店给封了 还有傅春阁的老板是什么背景 这种人 整死他都是便宜他的 这好办 总要找替罪羊的 他们正合适 李一将说道 叶剑兵挥了挥手 对何继云说道 等事情整好了 请你们吃夜宵 何继云说道 今天就算了 只怕抽不出时间来 转身坐上警车 三辆警车警灯也开 警笛也不拉 偷偷摸摸地往傅春阁酒店驶去 第三百三十八章 招商影子的反思 凌晨一点四十五分 张克他们安静地坐在车里 看着又有四部警车 先后从路口开过去 显然何继云先带过去的三辆警车 是远远不够的 好 跟着去看看吧 叶剑兵吩咐司机 也怕场面这么大 何继云压不住 闹得满城风雨 有很多奴才心态的官员 会跳出来 维护两国和平邦交的 何继云只是区分局治安大队的副队长 别人拿官帽子压他 他会很被动 两部车停在路对面 傅春阁酒店前的停车场清出来 穿着和服的日本人与小姐 给赶到停车场中间 差不多有67人 四周都是围观的人群 给几十名警察隔开 站在远处看热闹 显然不过瘾 五个人翘无声息地混入围观的人群中 那些日本客一脸的无所谓 拿日语猖狂地咆哮着 也有人在拿韩语叫喊 几个翻译模样的人 正跟何继云他们交涉 当中可能也有酒店的人 日本狗在叫嚣什么 夜见兵问张克 都不晓得 这小子怎么听得懂日语 还是不要听得好 张克冷眼笑着 他们还真以为过来给我们施舍了 何继云等什么 先把他们带到橘子里去 夜见兵问绍新闻 你要不要提醒他一下 事情闹这么大 可能要等市局的外事处派人 过来处理 李懿将对这里面的嘎啦清楚 张克看着何继云 他看起来很镇定 事情搞到这一步 怕是没有用的 倒是其他警察看起来有些底气不足 一个装西服的中年人 正对何继云指手画脚的大声嚷嚷 你要搞清楚 这是什么性质 你们田局长马上就过来 你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张克听旁人的人说 那个给警察围在中间 唯一穿着整齐的那个中年人 是傅春阁酒店的常务副总经理 姓李 具体叫什么 围观的人一时还没有搞清楚 带着警员冲进酒店那时 何继云还有些心虚 既然将这群小鬼子 跟高丽棒子赶到停车场 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一辆怯弱机拉着警笛呼啸而来 警灯在车顶闪烁着 没等车子里停稳 两名穿着西服的中年人就跳了下来 一个人左脸上有一道疤痕 给满脸横肉 衬得有些凶狠 围观的人说他是傅春阁的老板 只见他一把推开隔离围观人群的警员 串到何继云面前 一把揪住何继云的衣领 你小子知道 在谁的地盘上惹事 何继云伸手捏住男人手臂 扭抓着将那人反手制住 陶老板 你刚才的举动 我可以告你袭警 何继云 你干什么 另一个中年人大声嚷嚷 指着何继云 历声说道 快将人放开 田副局长 中心接到举报 说有人在傅春阁酒店 组织小姐集体卖淫 我按正常程序出警 发现这是一起性质 极其恶劣的集体卖淫嫖娼案件 正准备将参与集体卖淫的小姐 嫖客带回去审查 由于参与人数太多 请求分局派警力支援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你这么搞会 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 制止卖淫调娼 是治安警察的工作范围 我不晓得 会有什么恶劣影响 也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总不能闭着眼睛 有法不执 有罪不惊 你 你这是破坏招商影子 何继云 我命令你立即撤队 对不起 田局长 治安大队好像不归你管 要撤队可以 赵队长 耿副局长 赵局长 谁对我下命令都可以 何继云强硬地说 倒是其他警员有些犹豫 在考虑跟着何继云 跟田副局长对抗的后果 谁给你权利 纵容日本鬼子 高利棒子 公开招记 张克剑普通警员的立场很不坚定 这个杏田的副局长 要是直接命令那些警员撤警 何继云只怕没法子阻拦 这时候要煽动围观者的情绪 他大声质问着 站出来 盯着那个杏田的副局长 不要说你 只是一小小的副局长 就是省长 省委书记站在这里 也没有权利给这些日本鬼子 高利棒子特殊国民的待遇 招商影子 不是让这些日本鬼子 高利棒子 到国内来猖狂践踏国内法律的 又转身对围观的人群说 小鬼子 高利棒子 什么时候可以公然在国内召集了 围观的人群 本来就群情义愤 只是没有挑动而已 张克站出来 大家都轰然叫好 便是酒店的工作人员 也有强烈的民族如此心 有好几个人 悄悄地将身上的工作制服脱掉 你是谁 那个杏田的副局长 只是看不惯你们这些奴才嘴脸的路人而已 也想看看 你怎么将这些参与集团卖淫调娼的日本鬼子 高利棒子 当众释放 张克一煽动 普通警员就稳定了情绪 都撇过头 不看副局长的脸色 何继云看到张克跟叶剑斌 绍新闻他们 刚才站在一起说话 看着田副局长 平静地问道 田副局长 我现在 要将这些参与集体卖淫调娼的嫌疑犯 带回分局去调查 另外 请傅春阁酒店的老板 与李副总经理 一起回分局协助调查 你有什么意见 杏田的副局长 只是脸色很差的哼了一声 傅春阁的人 我会带回去 你仔细自己怎么收拾残局吧 不要不晓得死字怎么写 何继云一脸无惧 只是跟张克笑了笑 调来傅春阁酒店的两部大巴 将嫖客跟小姐分别装进去 张克这时候 才看见朱小军站在围观的人群里 他早就看到张克 等着何继云将人都带走 他才与两个年轻人走过来 我同学简直康 以前是新华分社的记者 现在调到建业晨报去了 这位是简直康的同事 建业晨报的摄影记者 张克知道简直康这个人 上回三星 香雪海合资案的材料 通过他差点在新华内参上的公布 虽然报道撤了下来 却通过新华分社 传到徐学平 陶靖等省领导手里 简直康破坏规矩 给调出新华分社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简直康与晨报的摄影记者 先在围观的人群里拍照 照相机给酒店保安抢过去 现场气氛给张克一扇动 酒店保安又偷偷摸摸地 将照相机还给他们 胶卷也没有毁掉 日本克在酒店大堂里 集体挑选小姐的场面 都拍摄在内 张克与简直康握了握手 问道 这是明天能不能见报 日企高级支援集体买春 是很不错的题材 不写具体的企业名称 没有问题 我们陈报主编 蛮敢报道一些事的 我会请同事 去采访一下刚才的民警 这么大的场面 不是一两篇报道 就能解决问题的 首先报道的媒体 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不点名具体的企业也好 张克撇嘴笑了笑 说道 里面有几个高丽棒子 可能也有韩企参与 这次集体卖英嫖娼 直接报道 日本克与韩国克 在傅春阁酒店集团嫖娼 应该可以 至于傅春阁酒店 不要有顾忌 直接报道出来 简直康要赶回去写报道 第二天的晨报都定了稿 这时候 要抽出一篇文章下来 肯定赶不及准时发行 不过这么重要的新闻 拖一下是必要的 朱小军没有跟简直康一起走 他看到李毅江跟张克在一起 还有叶剑冰 知道这是他们一起鼓道出来的 也知道多大纰漏 他们都能一手遮下来 围观的人渐渐散了 闹了这么久 肚子都饿了 张克他们找了一家路边摊吃夜宵 奔驰 Volvo就停在马路牙子上 吸引偶尔路过的深夜行人的侧目 叶剑冰恍然想起一件事来 指着张克说 我明白 你小子有什么企图了 整晚上你 都在强调高丽棒子 你是想将事情搞大 然后将韩国三星也卷进去 张克笑了笑 说道 招商引资是必须的 只是国内有些官员太迷信招商引资了 招商引资并不意味着 可以放弃应有的立场 也不意味着 可以纵容这些外企的职员 在国内胡作非为 践踏国内的法律 也不意味着 可以牺牲国内企业的利益 满足这些外企的贪心 三星与香学海的合资 摆明着就是一桩对香学海极不公平的交易 重启谈判这么久 为什么三星不能降低一些筹码 就是他们看透国内某些官员 过于迷恋外资的心态 还是那句话 招商引资 发展经济是大流 但是需要反思 第339章 声东击西 吃过夜宵 夜见兵手 撑着大腿 问道 接下来干嘛 张克看了看万表 都凌晨三点了 还能干什么 睡觉呗 不晓得有多少人给折腾得睡不着觉 你小子倒好 躲起来睡觉去 夜见兵 哈哈大笑 这时候 李一江的手机响起来 他掏出一看 皱着眉头说 他们的动作还真迅速 东海联合钢铁集团谈判组的一名副总 接通电话 神色不善地听了一会儿 打断对方继续说下去 不假言辞地训斥道 你这叫什么事 你脑子进水了 让徐生长出面捞人 你有种自己给徐生长打电话 去愤然挂上电话 吐了两口气 说道 那些畜生 自己当奴才也就罢了 还想让徐生长打电话 帮着捞人 张克撇嘴笑了笑 很正常的治安事件 这些人唯恐跟外交事件扯上关系 看来的确会有一些人寝食难安 先送朱小军 李一江回家 张克回到宾馆 都凌晨四点了 进房看见爸爸穿着睡袍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文件 怎么 还没有睡 睡了一觉刚起床 准备坐第一班长途车回海州 看来你们今天不会回海州了 张之行看了看表 五点半就有第一班车 能赶在九点前到市里 春季进修班 已经开课学习 张之行要插班学习 就没有多少时间 给他在海州安顿 时间太仓促了 市政府海州控股的许多事情 都没法再亲力亲为 等三个月后进修班结束 这些事情就要跟他完全脱离关系 然而每一件事都让他不放心 那好 等会儿我让傅俊开车 送你去长途车站 张克说道 周游他们做公司附近的宾馆 再说 他们今天也不忙着回海州 你们休息吧 我自己叫车走 张之行又问道 夜里搞出什么事 这时候才回来 小鬼子在一家酒店集体买春 连同四五十个小姐 一同让新夜区的治安警察逮走了 接下来才是精彩的时刻 对于那些这些外商当大爷供着的官员 只怕今夜难眠 我们先赶回来睡一觉 张之行没有多说什么 让张克赶紧去睡觉 都凌晨四点多了 也睡不了几个小时 张克就没有特意去送爸爸离开宾馆 他一觉睡到十点 才给夜见兵的电话吵醒 有没有看报纸 剑夜晨报早早就脱销了 要不要我派人送一份给你 叶剑冰在电话里兴奋地说 张克披着睡袍起床 傅俊已经将最新的剑夜晨报 摆到客厅的玻璃桌上 他将手机夹在颈脖子里 拿起报纸浏览起来 第二版 日韩外夜高层集体买春 赴春阁13个黑体大字印在两幅各站四分之一版面的照片上 第一幅照片赫然是小鬼子 高丽棒子在赴春阁酒店大堂挑选小姐的场景 供挑选的小姐足有百名 第二幅照片则是衣冠不整的嫖客与小姐给赶到酒店外停车场上的情形 我在看 看起来还不错 不晓得反响如何 你没有跟李一江通电话 事情都是你整出来的 这时候听你的声音 跟没事人似的 就我耐不住性子 刚给李一江打电话 现在局面可以拿十二个字形容 重情激愤 大神晋升 小鬼乱窜 就那几个上不了台面的官员 在那里蹦得欢 小鬼子跟高丽棒子 还给剑夜区分局扣押着 是省两级都没有明确表态 这种事 要么偷偷摸摸地解决 一旦引起公众的注意 没有人会蠢着跳出来乱表态的 不然唾液都会淹死他们 国内可不是没有民族主义者 我就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他们想必正在开会讨论 很意外的是 倒没有禁止省内媒体报道这事 现在又有人 把前段时间 小鬼子压伤孕妇流产的事情 拿出来传 看起来 下午的晚报还要热闹 张克笑了起来 说道 有奴才心态的官员不少 但不是每个官员 都想热脸去贴小鬼子的冷屁股 中午一起吃饭吧 看情心里一将脱不开身 本来今天要去上海的 这么好的热闹不看 太可惜了 我让绍新闻先去上海 叶剑斌哈哈大笑 搞出这么大动静 足以引起那些官员的反思了 你会不会安排媒体报道 三星与香雪海合资的事情 你小子一心想搅黄三星 跟香雪海的合资 搅黄倒也未必 只是不能因为某些官员的奴才心态 就这么便宜了高丽棒子 所谓的合资 几乎让三星白占了香雪海 积累20多年的技术力量 顺便帮三星将国内市场 最大的一个竞争者 干掉送给高丽棒子这么大的便宜 惠山市的某些官员 偏偏还要小心翼翼的 怕高丽棒子不做这笔买卖 这次能整出些舆论压力 惠山想将香雪海卖掉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没有竞争者 三星也不会给出太多的让步 张克笑了笑 说道 谁说没有竞争者 不过光凭嘉信实业一家 有些不够看 盛星有没有兴趣 一起参与进来 三月初增发案通过之后 香港月秀实际成为 嘉信实业的第一大股东 叶建斌亚然说道 嘉信实业 现在不是要在东南亚市场 拓展影碟机业务 你怎么声东击西 要介入三星与香雪海的合资案 电话里说不清楚 你过来 请我吃中饭 我跟你相谈 叶建斌 一直想让张克 参与盛星的家电连锁事业 年初还在跟张克唠叨这事 没想到 张克突然在国内 抛出零纸 一体化这个超级项目 爱达电子 虽然是头超级现金奶牛 但是除了满足自身发展 所需要的资金之外 能抽出来的资金 都要给林智一体化 这个项目好光 除此之外 唯一能抽出资金 那就是香港月秀公司 叶建斌起初以为 香港月秀公司 入股嘉信实业会 急于开发东南亚的市场 这么一来 香港月秀公司 这两年时间里 也无法顾及国内 哪里想得到 张克根本就是虚晃一枪 目的竟然是惠山的香雪海 叶建斌这时候 未必想分心做其他的事情 但是张克有心参与的事情 他怎么会没有兴趣 他忙说 开车过来接张克 傅俊去吃中饭 嘉信实业与盛兴电器 毕竟不比三星 三星与香雪海的合资方案 就不适合他们 张克倾向于让嘉信 盛兴直接入股香雪海 从西门子或通用等 欧美公司引进新的生产技术 与管理理念来改造香雪海 逐步将香雪海塑造成一个属于民族的国际品牌 嘉信实业与盛兴电器加起来 影响力都远远不能跟三星比 就算他们开出比三星更优惠的条件 惠山市政府也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他们的方案 毕竟眼下只是合资而已 还没有足够的事实 证明三星的险恶用心 唯一能指望的就是 希望这次事件稍稍闹大一些 加大国人对日韩企业的厌恶 以期对惠山市政府形成足够的压力 迫使惠山市政府放弃与韩国三星的合作 叶建兵听张克说起他心里的打算 感慨地说道 你小子用心险恶 三星想不着倒也不成 顺其事而成其事 哪里有用心险恶 只是我实际控股嘉信实业的事 一定瞒不过谢建南 我们两家要介入香雪海 只怕谢建南会出来捣碎蛋 要知道他老娘可是惠山市市长周景瑜 张克说道 要看省里对这次事件的态度 省里现在还沉默着 这时还有戏场 当然有戏场 要没有一点希望 我也不会费这么大力气 将事情搞大 倒看不出你费了多大的力气 叶建兵嘲笑他说 你就动动嘴皮子 跑腿的还是其他人 中午在北维路 找了一家酸菜鱼馆吃中饭 吃过中饭就接到李一江的电话 省里现在有了明确态度 陶晋书记给昨夜买春事件里的日本人 在酒店大堂里悬挂高耀旗的细节激怒 省宣传部一开始打算 禁止其他媒体跟踪报道这事 还打算给建业晨报施压 让建业晨报想方设法降低影响 还是陶晋书记说了话 只让省宣传部 引导各家媒体报道的方向 不使矛盾扩大化 这次也不封住媒体的口 在上午召开的会议中 陶晋书记还明确说了 招商引资不能以损伤民族尊严为代价 不能因为招商引资 而纵容这些外企职员 在国内践踏法律 由省公安厅外事处 依法处置外企职员集体买春案件 即使东日铁终止 与东海联合钢铁集团的谈判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傅春阁涉嫌组织卖淫 则由新夜区分局深度追查 第340章 微妙的转变 从4月6日下午起 省内多家媒体追踪报道 日韩外企职工 在傅春阁买春的新闻 市政府责令傅春阁酒店停业整顿 4月7月 建业晨报报道 参与买春事件的日韩企业名称 参与集体买春的26人 均为东日铁诸事会社的日韩级员工 由于建业晨报对买春事件的详细报道 特别报道了 东日铁诸事会社日韩级职工园 在买春事件中 有辱民族感情的行为 引起国人强烈的反感 4月8日 省内日韩企业最密集的 惠山市聚衔街附近公司的员工 筹划抗议游行 被惠山市公安局及时制止 为首串联的人员 给带到公安局进行教育 同一日 东海大学的学生组织游行 经校方劝阻 上街游行改在校园内进行 基于市民激昂的情绪 市局于4月8日下午 拘捕傅春阁酒店的相关负责人 则令新夜区分局 击捕集体卖淫事件的组织人 省政府发函要求 东日铁诸事会社 召回参与买春事件的日方职员 东日铁诸事会社 4月8日晚间 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集体买春事件表示遗憾 决定遣回参与此次事件的 所有外方职员 解除参与此次事件 中方职员的聘用合同 同时希望不要因这一事件 影响联合钢铁集团 与东日铁之间的合作 同一天 日韩两国领事馆电韩 华东日韩企业 要求各在华企业 居属员工的行为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就事件本身而言 在相对严密的控制之下 并没有产生多深远的影响 但是张克所预期的影响 还是有的 傅春阁集体买春事件 原来只涉及 东日铁诸事会社 东日铁诸事会社 有一定的寒资背景 但主要还是日资背景 只是在建业晨报的报道中 刻意强调了寒资背景 引起省内对寒资 日资企业同样的反弹 惠山东郊梅林的花期较晚 与桃树的花期相近 四月小阳春 春风飘过 才显惠山十里香雪海的盛景 谢家在景陵惠山市 这个著名的景点东侧 有处私宅 谢汉明 周景渝夫妇日常居住 周景渝作为女人 在仕途上相当的顺利 得益于周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从中央直接下调到惠山任高职 迅速爬到市长的位子 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 五十出头的她 发间找不到一根银丝 脸上皱纹也少 要不是江青师的发型 让她看起来十分的干练 一双眼睛 坚毅有余 而柔和不足 她差不多跟四十岁上下的妇人似的 周景渝坐在书房的沙发上 她手里拿着最新一期的新华内餐 她的秘书张铁森 除了与那个叫张铁灵的演员名字相似之外 相貌也十分相像 站在周景渝的身前 手里拿着三星与香雪海合资案的最新谈判纪要 有什么进展 周景渝抬起头问道 这是第十二轮谈判了吧 你们究竟要拖多久 我觉得 三星开出的条件够合适了 三星到国内来投资 毕竟不是无常来支援我们搞经济建设的 张铁森说道 周景渝将新华内餐丢桌上 三星与香雪海的合资方案 上回是徐学平打回来的 既然他过问了 最终的合资方案 还得他过目 才能最终生效 我原来还想直接跟省里沟通一下 惠山市 毕竟有惠山市的考虑 省里事事干预 工作就干不下去了 这种牢骚偶尔发发 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搞合资企业 虽然香雪海厂有些吃亏 但毕竟还能促进地方经济 对到合资企业工作的员工 还是有利的 但是 你看看现在的内餐上 竟是对日韩企业的负面报道 特别是冬日铁株式会社 搞的这摊子事 听说省委书记也大为光火 赵阳是谁提拔到惠山 来当书记的 你以为他现在会一心支持三星与香雪海的合资方案 谈判能顺顺利利的进行下去 也就罢了 上回冒出一个逃行件 这回要再冒出这么一个人 你认为还能跟三星继续谈下去吗 你不要一心想着 去合资企业当中方代表的好事 先把你们谈判组的意见搞统一了 不要再出纰漏 我知道了 张铁森闷声应了一声 我们这边参与谈判的 我再统一下思想 他们毕竟都是国家干部 有周市长一句话 他们不会有意义的 三星那边 我再争取一些条件 不过 我看三星让步也有限 总不能大家都不让步 让合资流产吧 周锦鱼挥挥手 说道 你那边先盯紧着 眼下的局势有些微妙 就算三星那边不让步 也要等这次事件的影响过去了 才能将方案提到省里去 不然就太碍眼了 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来 周锦鱼接了电话 回过头对张铁森说道 贱南等会儿要回来吃饭 你先回去吧 谢贱南的车已经停到前院 他看见张铁森借用 香雪海电兵箱厂的 红旗轿车停在前庭 才先打电话说一声 他要到家吃晚饭 看着张铁森从门里出来 三十五六岁的人 还搞得油头粉面 让人厌恶 贱南还真快 听到你打电话 还以你刚从公司出来呢 张铁森枉然不知 谢贱南对他的厌恶 跑过去扶着他的车门 笑着说 哥哥我昨天 请你出来喝酒 你怎么没回我的电话 该不会跟陈静在一起 哼哧哼哧地做那事吧 哦 昨晚有些事 刚想起你的电话没回 为什么喝酒 坐定 合资厂的中方总经理了 谢贱南语气冷淡 却又不得不敷衍他 能不能做 还不是你骂一句话 昨天刚好遇到江天集团的老总 在风乐居消遣 想着你不是跟江天集团的公子爷认识 才打电话给你的 知道你忙 平时都不敢联系你 隔天有时间先通知哥哥 让哥哥我好好请一顿 谢贱南撇了撇嘴 说道 那等你当上合资厂的中方总经理再说吧 张铁森开车拐入会山往新泰方向的国道 谢家的大宅就演在十里梅林之间 路边停着两部好车 20岁的男人以为美女所获 30岁的男人就喜欢看名车 银灰色的VS40算不上高档的跑车 但是侧面的线条异常的灵力 比旁边的奥迪还要抢眼 奥迪A8本来就以低调著称 远远看见 一是海州牌 一是军区军牌 什么人物有闲情停在路边赏霉 张铁森心里想着 车子停在路边 车上人在路边赏霉 会山东郊梅林的花旗较晚 这时正直盛开 两个女人光看背景 就十分的养眼 张铁森自认为会看走眼 忍不住松开油门 希望那两个女人回过头来让她看上两眼 这年头 只要有钱 可以从武警部队直接雇人来开车 将保镖也省了 A8以低调著称 但是 A8加军牌 那只能说是闷骚了 哪个现役将军会拿A8逮捕 正因为如此 敢在A8上挂军牌的人 那与军方的关系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张铁森还能知道轻重 松开油门 只是想看一看 那两个看背影貌似角色的女人 究竟会不会让人失望 可不敢太轻浮 她开的市政府的公务车 给人一查 就查出底细 十里梅林香雪海 香雪海就是寓意于此 陶行健这时候回过头来 恰看见张铁森 从车窗里露出的半张脸 陶行健不晓得 谢家的私宅就在梅林东 看到张铁森倒是一愣 两人对视的几秒钟 直到张铁森开车过线 差点蹭上迎面驶来的一辆大货 操你娘的 看女人不要命啊 大货司机冲着张铁森 破口大骂 张铁森给骂得不能还嘴 只是怨恨地 将大货车牌系在心里 张客没有看到 陶行健与张铁森对眼的情形 取笑许司说 都说女人是货水 看来一点都不假 你可是把孙杰也骂里面去了 许司笑盈盈地回道 江峰吹乱的发丝捋到脑后 风情万种 孙静香笑着说 我乃及你这么货水 快躲车里去吧 陶行健说道 刚刚过去的那人 是周锦瑜的秘书张铁森 是中方谈判组的组长 第341章 探底之行 张客看着远去的红旗轿车 可惜没看到张铁森的面 关于张铁森 早前就听陶行健说过 也是他压制谈判组 其他成员的意见 一例支持三星 目前提出的合资方案 恨不能湘雪海拱手 让给三星 而惠山市市长周锦瑜 又坚定地支持张铁森 我们要介入合资案 张铁森这人是个障碍 陶行健说道 张客能理解 说道 张铁森与三星 接触时间久了 只怕该做工作 都让三星做足了 张铁森涉足野生了 半途将他拉过来 是不可能的 要将张铁森换掉 周锦瑜这关很难过 惠山市 市委书记赵阳 与市长周锦瑜各管一块 互不干涉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不过三星 湘雪海和赞托这么久 赵阳插手过问 也不会太突兀 叶剑冰默然一笑 说道 只怕还是傅春阁的那档子时 让你有些信心吧 张客撇嘴一笑 说道 陶镜书记为傅春阁买春事件 日韩员工 犹如我们民族尊严的行为 大为光火 倒是让省里 某些官员 对一味的招商影子有所反思 这毕竟是件好事情 赵阳是陶镜书记提拔上来的 自然会揣摩陶镜书记的心思 说到这里 张客又轻笑起来 事情来得凑巧 总会让人忍不住的得意 只是不想在他人面前 太得意忘形 张客倒不会与叶剑冰 回忆太详细的细节 之前 三星提出的合资方案 过度伤害中方企业的利益 徐学平出于高度的责任 要求惠山市政府重新谈判 此时就无法要求徐学平再插手了 不过 叶家对惠山市委书记赵阳 还有一定影响的 叶祖范与赵阳的父亲 曾在中组部供过事 张客这才极力鼓动叶剑冰参与进来 张客抬手看了看表 对叶剑冰说道 该你去找惠山市委书记叙旧去了 我们也要赶回去吃寿宴 张客他们 这次到惠山来 是为介入三星 香雪海的合资案探底 除了叶剑冰 陶行剑等人 还有嘉信实业的总经理傅家俊 敢巧今天是江大二父亲江涛 与新任省林夜厅厅长江涛 同名同姓 49岁半寿宴 叶剑冰去找惠山市委书记赵阳叙旧 陶行剑与嘉信实业总经理傅家俊 找他先前在香雪海的同事了解情况 张客则与许司陪孙进香到江宅赴宴 4月8日 张之行匆促将手里的事情推掉 进省委党校进修班学习 张客早就说 要在省城添置一套房产 一来方便爸爸在省委党校学习实住 他日后到省城来读书 不方便住学校里 也要有住的地方 添置房产这种事 当人不让是梁格甄的事情 不必在海州要注意影响 省城这边尽可能奢华些 张之行这次到省委党校学习 他提前一天赶了过来 打算订下房子之后 再回海州照料张客的生活 谢婉晴抽空陪他在省城跑了一天 看了几处高档欧盘 96年 房地产业还没有真正的大热 但是省城的经济 毕竟不是海州能比 房地产业也繁荣多了 可供选择的房产也很多 一天跑下来 就挑花了眼 哪里能决定下来 张客说他这段时间 会很少留在海州 特别是这段时间 三天两头住在省城 还要往惠山 香港 上海等地跑 即使日后一个月 能留在海州的时间 也未必有十天 张客这么一说 梁格甄就下定决心 跟着张之行到异地赴任 他只是普通干部 工作调动手续简单多了 先要将省城的房子给定下来 梁格甄索性向市信访局 请了长假 住宾馆也不合适 就暂时先住到谢婉晴 在青山公寓的房子里 张客将他妈哄骗到爸爸身边 暗自得意不已 4月9日 省里正为傅春阁集体买春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嘉信实业总经理傅家俊与许斯 陶行舰 从香港直接乘飞机 抵达省城 与张客会合 月秀入股嘉信实业之后 孙上义 葛明德接受张客的建议 并不急于在东南亚 发展影碟机业务 只是按部就班的在越南 菲律宾的工厂 组织小批量的生产 而将重组后 嘉信实业的重心 放在大陆的家电制造业上 惠山市政府 急于引进外资 注入香雪海电兵箱厂 无疑是极好的机会 陶行舰直接到嘉信实业 出任副总经理 主管公司的投资 为介入三星 香雪海合资案 积极谋划一个月 嘉信实业三月初的增发 筹措到5000万港币的资金 目前只拿出很少的一部分 用于发展越南 菲律宾两地的引碟机业务 就算有5000万现金 想取代三星与香雪海合资 并取得控股权 也远远不够 还需要从各方面筹措资金 差不多筹集三个亿 才有一定的把握 嘉信实业 没有业绩支撑 公共发行新股筹措资金 很不现实 张克倒是愿意接受定向增发 只是孙上义 葛明德不会同意 让张克借机对嘉信实业绝对控股 唯一可行的 就是发行公司债 没有业绩支撑 公开发行公司债也不可能 最终的方案 是由张克 孙上义 葛明德三家 各自找投资机构 承销公司债 张克在香港 没有什么的人脉关系 最终只能由月秀公司 按比例承担1亿3000万港币的公司债 其余1亿7000万的公司债 则由孙上义 葛明德 负责找投资机构承销 取代三星 与香雪海电兵香厂合资 无疑是比大买卖 这笔买卖 一经做成 嘉信实业将彻底的改头换面 在买卖做成之前 尽可能提高三家的持股份额 才符合三家的利益 由嘉信实业动用一笔资金 从资本市场低价回购一定量的股票 予以注销 这样就同等幅度的提高三家的持股比例 三家私下里不再增持 初步的方案 是从资本市场回购15%的股票 予以注销 这样月秀的持股份额 将提高到30%上下 而孙上义 葛明德代表葛家持股份额 将提高到38% 届时 股价若还在低位徘徊 则可以进一步回购 总之 以最小的代价 尽可能的提高三家的持股份额 才能让三家的利益最大化 4月10日这天 是姜大尔父亲49岁生日 姜大尔提前一天请假回到惠山 借着给姜父祝寿的名义 孙靖湘也跟着张克 叶建兵他们一起到惠山 孙靖湘的父亲孙上义 与惠山市委书记 赵阳也有几面之缘 孙上义在香港给事务缠住 不能亲自到惠山来 不然当着孙上义的面 叶建兵总不敢跟孙靖湘眉来眼去 年后孙靖湘正式筹建 世纪华英经济制作公司 姜大尔是世纪华英 目前唯一的签约艺人 现在孙靖湘与叶建兵 私下里能偷偷摸摸拿出来的钱很有限 世纪华英是孙靖湘与叶建兵导的夫妻店 张克自然没有兴趣参与 只是委托世纪华英 为爱达电子制作广告歌曲 不惜重金炒作 出资百万在全国范围内召集广告词取 最终的制作费也只有百万左右 孙靖湘如今是姜大尔真正的老板 爱达电子与姜大尔下一年度的代言合同 也将跟世纪华英直接签 江副庆生自然有邀请他来 不过没想到他真的会到惠山来敷衍 他们赶到惠山市 时间尚早 陶行建说 惠山东郊梅林正值花期 香学海点出东郊梅林的花海 有机会怎么能不去看一眼 倒没有想到 他们将车停在路边赏煤时 张铁森从谢宅出来 夕阳向晚 叶建兵让司机载他 去找惠山市委书记赵阳续旧 他是晚辈 准确说是登门拜访 陶行建与傅家俊 跟昔日他在香学海电兵乡厂的同事吃饭 与香学海电兵乡厂的管理层 初步接触一下 他们搭叶建兵的车一道 离开张克 则陪孙进香 许思去给姜大父亲庆生 姜大家特意在市里 选了一家星级酒店半庆生酒 姜大与许为 昨天就向学校请假到惠山来 张克听到孙静萌也跟着到惠山 眉毛就忍不住皱了起来 想不通孙静萌与姜大有什么交情 不过孙静萌在世纪华银有股份 算是姜大的半个老板 名字一人在设计官方可 会不会遇到什么装置 都潮流转称的 最后离开了 有什么故障华 感谢观看